此时烈日当头 皇宫练武场内 一个太监狼狈地跪在地上 被捆绑着手脚 只能无助地瑟瑟发抖 害怕地直冒冷汗 太监紧紧地皱着眉 惊恐地盯着不远处 只听身旁的太监怯怯思语着 这么尊贵的人怎么还来这种地方 那人正是当今太子殿下樊晨曦 只见他动作俐落漂亮 随即从箭筒里拿出一枚箭矢 伸手拉弓直指小太监 他两指一松 箭矢如猎豹般迅猛 射中了小太监肩膀处 瞬间血花四溅 但他被堵住了嘴巴 只能发出痛苦乌液 樊晨曦见状揉了揉额头感慨 本宫这准头是越来越不好了 一旁的大臣恭维 久不练自会生疏 多练练就成了 守在他身旁的小太监们 窃窃私语 殿下这阴晴不定的脾气 真叫人吃不消 一旁的人提醒他 快小声点吧 以前的太子殿下 可不是这样的 但自从他腿伤了之后 后宫就流言四起 说是陛下要废了太子 自此性情大变 那个温文尔雅的太子殿下 也早就不在了 之后脾气就阴晴不定 暴虐成性了 整个人越发肆意妄为 站在一旁听了全程的求小辈 心里简直心疼得不行 都是因为自己 他才会受这么多的苦 自己一定要救他 所以混在了太监里 但没想到的是 樊晨曦居然从众多太监里注意到了他 他拿着手中箭矢 随意挑起小辈下巴 像发现了什么有趣的玩意儿 忍不住开口吓唬他 眼神凶狠又阴沉 你知道 本宫为什么要将那个奴才绑在那里吗 求小辈被这样子的他 吓得浑身止不住地发抖 他恐惧地皱紧了眉 连忙示弱 结结巴巴地说 奴才不知 樊晨曦阴沉沉地说着 因为他是戏作 不如你来说说看 本宫要不要给他的机会 让他找出自己的同伙呢 听到这些话 求小辈再傻 也已经意识到 自己的身份应是被猜到了 他皱着眉头 表情严肃 全凭殿下的意思 樊晨曦很满意他这么听话 于是让他去帮自己问问那个戏作 求小辈来到那戏作面前 见他呜呜地 想开口说话 而高位之上的樊晨曦 嘴角微微一笑 见他浑然不觉的样子 于是随手取出一枚箭矢 直直地冲着求小辈射去 他敏锐地感觉到一阵禁风 直直地冲着面门而来 若有所感地转过头去 竟是一枚箭矢 慌张见他匆忙躲避 紧擦着求小辈的后背而过 精准击中了身后的靶子 但没成想 他骤然倒地不起 竟是被吓得昏迷了过去 樊晨曦没想到 还有这个意外 这人怎么这么不惊吓 于是安排着身旁的太医 让他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太医急忙走上前去俯下身子 为求小辈仔细耗脉 过了不一会儿 他竟突然瞪大了眼睛 心里充满了不可置信 他慌张地走上前去 悄悄走到太子身边傅儿讲着 听完这些匪夷所思的话后 樊晨曦竟然只是好奇疑惑 轻轻摸索着自己的下巴 语气聊有趣味地讲着 太监竟然也会怀孕 真是有趣啊 人的这一生 总会有无数好运与厄运 而求小辈却似乎 只是由厄运组成 人们厄语相加说着 他就是祸害扫把星 但直到有一天 他竟然有幸遇到了那个 掌管器运的神明 只记得那天夜晚月朗星熙 他温柔地对自己笑着 求小辈有些困惑地问着 上面哪颗星星是你啊 你藏在了什么地方 樊晨曦只是摸了摸他的头 我不就在这儿吗 藏什么藏啊 听到这些话 求小辈忍不住躲在他怀里撒娇 那我可抓住你了 你哪都不能去 只能在我身边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 这将会是神明厄运的开始 因他命格极凶 樊晨曦为了救他 将自身好运给了他 现在只剩下了 消沉叛逆黑暗的气韵 求小辈无助地大喊着 那我要怎样做 才能救他 有人听到了他的诉求 于是开口说道 我会将他的灵魂送去一世 只有他登上那个世界的顶端 获得那个世界的气韵加持 才能修补他灵魂的创伤 只有那时他才能重新归来 虽然现在只是个婴孩 但之后 你们终会相遇的 小辈 你要帮他去那个世界 帮他登上顶端 女孩平躺在一片寂静的湖泊中 越陷越深 逐渐深入湖底 突然他猛地睁开眼睛 迫切地询问着 那我怎么样才能找到他 那人声音慢慢在耳边消散 你一定能找到他的 毕竟你身体里有他一半的灵魂 求小辈猛地坐起身来 眼前不远处 有一名背对他的男子 那身影像极了樊晨曦 求小辈疑惑喊他 那人并没有回应 于是匆忙地站起身来向他跑去 伸出手急切地 想要抓住他 眼看着越来越远 从床上猛地坐起身来 声音后怕地喊晨曦 还没有从刚刚的梦里醒过来 愣愣地坐在床上 一旁的太子见他醒了 求小辈被吓得满脸的冷汗 不断地喘着气 听到一旁的声音 他疑惑地扭过头去 樊晨曦竟然坐在屋子里 他立马反应过来 慌张地从床上下来 双膝跪地地冲太子磕了个头 嘴里不断求着饶 奴才罪该万死 求殿下恕罪 樊晨曦颇有些疑惑 你们这些奴才真有意思 一边说着罪该万死 一边又让本宫赎罪 要真觉得自己罪该万死 不如就死了好了 求小辈听到这话更加惊恐了 结结巴巴地说着 奴才可以将功折罪的 樊晨曦有兴趣地靠近 缓缓低头盯着他 用什么折呢 是用你肚子里的那块肉吗 求小辈听到这话面露惊恐 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这其中意思 只是害怕地往后退着 惶恐无助地问着 您是要割我肚子上的肉吗 奴才这么瘦 根本没有什么肉的 身旁的林太医上前拱手 下官十分确定 这位小公公已怀有近一个月的身孕 求小辈听完不可置信起来 面露惊慌恐无助的心响 怎么会就怀上了 明明只有一次 哪有这么准的呀 他紧张地又出了一身冷汗 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小腹 这样的话就糟糕了 太监怀了孕 不会被当作怪物处死吧 樊晨曦见他一副害怕的样子 竟然还难得开口安慰 别担心这可是好事 难得这东宫 也能有这么一件喜事 他交叉着双手 侧头打扰着屋内 正好也能冲冲震满屋子的晦气 求小辈不敢说话 见他转动轮椅 转身准备离开 临走前还不禁然还说着 本宫晋升 以为内侍公公 随时与本宫身侧 从今日起 林太医将负责你一切安胎事宜 你便只管安心养胎就好 说着 他突然扭过头来 阴侧侧地盯着求小辈 本宫还盼着 你给咱东宫生个大胖小子呢 求小辈欲哭无泪地蹲坐在原地 整个人都呆呆的 这下可完了 这可该怎么办啊 太监总管不免有些担忧 总觉得有些蹊跷 林太医却看得很开 殿下难道还真去好奇 一个男子生育的孩子吗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如今殿下危机四伏 任何风吹草动都得引起重视 别看这小太监装傻充冷 实际聪明着呢 樊晨熙默默地听着他们的话 忍不住扑斥一笑 伸手惬意地 拄着自己的下巴 只说了句 本宫自有安排 他伸手轻轻敲击着座椅 太监总管明白过来 他就是个冒名顶替的 顶替之人 原是叶幽公最低等太监小辈子 几日后太子殿内 樊晨熙正认真的 看着桌案上的奏折 突然喊了一声小辈子 让人坐到旁边来 求小辈有些犹豫 他认为这样不太好 但没想到樊晨熙说翻脸就翻脸 阴沉沉地盯着他 本宫现在的话 连个太监都不听了吗 没想到他脾气竟这么阴沉不定 求小辈被吓得迅速坐在旁边 樊晨熙随手往他那儿丢了本奏折 写得乱七八糟的 不如你帮本宫念念吧 求小辈有些慌乱 他只读过九年义务教育 根本不懂这些 樊晨熙听到有些疑惑 侧过头去 求小辈连忙找借口掩饰 大概是民间杂学吧 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在想 反正语文数学英语地理生物 什么都有 樊晨熙颇感到些趣味 煮着下巴看他 那你便给本宫念念吧 让本宫看看这民间杂学 你学得到底怎么样 他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伸手打开奏折 竟然上面全部都是有文言文 他根本看不懂 于是向太子请罪 放过奴才吧 樊晨熙听到他这话 却不肯放过他 反而煮着下颚闭上了双眼 开口随意地说着 认识哪个就念哪个 求小辈见自己逃不了 只能沮丧地应下 结结巴巴地念了起来 忍不住心里痛苦地想 这段句怎么这么奇怪 这是殿外太监总管 突然躬身走了进来 声音里满是惊恐慌张 殿下出大事了 周策飞轰了 皇上现在传召殿下 樊晨熙来到大殿 女子气气哀哀冲皇上说着 玄儿她还那么小 还没有生儿育女 怎么就死了 您要为她而做主啊 女人哭得我见油帘的 皇上紧紧把人搂着怀中 扭过头眼里满是厌恶 面露憎恶地盯着下面的人 太子你可知罪 樊晨熙低沉着头 淡淡说了却臣不知 皇上更加气愤了 好一个不知 自己侧妃死在宫里 竟还有本事根正不知 他毫不退让 抬头看着皇帝 那父皇的意思是 有人到儿臣宫里 杀了儿臣的妻子 这反倒成臣的错了 皇帝被他气得咬牙切齿 嘴里怒骂你这逆子 气氛瞬间剑把弩张起来 女人也不敢再哭 弱弱说了句 皇上息怒 紧接着皇帝伸出手指着樊晨熙 这件事太子择无旁贷 他也不配再做这个太子了 现在就马上传阵指令 可他话还没说完 就猛地被人打断 求小辈闯入了殿中 猛地跪下磕头求情 这件事太子也是无辜的 这里是东宫 也是整个皇宫内院 若说太子择无旁贷 那皇上您呢 也就是换句话说 竟有人在堂堂太子东宫里 谋害侧妃娘娘 随后他猛地地抬起头来 表情很是严肃皱着眉头 大胆地冲皇上大喊 这藐视的可是皇上您的天威啊 皇帝听到这话瞬间震怒 冲着求小辈大喊放肆 哪里来的奴才 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 快来人把他拉下去 把这该死的狗奴才给真拉下去 摘了他的脑袋 殿内一下子涌进几名将士 拉着求小辈就往外拖 樊晨熙就在这时开口说话了 不能这么做 他还不能死 将士瞬间停住了动作 皇帝没想到他静还敢忤逆自己 眼神凶狠地盯着他 但樊晨熙丝毫不惧 而是缓缓笃定地说着 据儿臣所知 瑟妃周氏死前曾召见过他 所以儿臣认为 他跟周氏的死有很大的关系 但皇帝眼神不善地盯着求小辈 那太子以为如何 难道要放了他吗 樊晨熙却反驳了 当然不能放了 既然要查 自然是交给内庭司 求小辈听到这三个字 吓得冷汗不断地滑落 皇帝却很是意外 脸上难得有了些许开心之色 你倒是还挺舍的 樊晨熙低头沉默着 随即皇帝便满意地站起身来 带着妃子离开大殿 还不忘吩咐人 将这奴才交给内庭司 务必将太子侧妃的死 给朕调查清楚 太子也逃不开职责 随后他表情阴狠地转过头去 皱着眉厌恶地盯着樊晨熙 于今日开始 东宫禁闭三月 太子不得参与政务 樊晨熙根本不在意 见皇帝走了 竟然还有功夫盯着裘小辈 摸索着下巴笑眯眯的 像是在憋着什么坏 很快 裘小辈被关押在了内庭司内 忍不住心想 只是禁闭三个月 对他来说损失并不大 这场博弈也不算输得太惨 就在他陷入沉沉的思考之时 监牢外突然传来了一道沉重的脚步声 裘小辈回过头去 发现竟是明老爷子站在那 让他快过来 并伸手递过一碗米饭 裘小辈见状连忙伸手接过 老爷子却迟迟不肯撒手 握紧了碗 他有些疑惑地抬起头来 但没想到老爷子突然低下头 压低声音缓缓开口 你想干什么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裘小辈看着眼前的人 突然扶灵心智地想到 他自己刚穿越来时 就在夜游宫里发现了 一个上吊自杀的小太监 而他自己趁机易容之后 顶替了他的身份 借此混进了东宫 但裘小辈后来才一试 简直在他的意料之外 他看着手中的信件 发现这人自杀 是因为怕被派到东宫做奸细 但根据线索 却也没说是谁派的他 裘小辈想到这些 猛地瞪大了眼睛 难道这就是他们派来的人 真是出门不利 只能顺着装下去了 随后微微侧过头去 颇有深意地说了句 我自有我的用意 老爷子怀疑看着他 你的用意 就是进这个鬼地方找死吗 他握拳倾咳两声 面色严肃地开口 我为太子挡下这一劫 他不管再多么冷酷无情 也该看到我的忠诚了吧 老爷子有点明白过来 只见裘小辈笃定地走上前 现在就看你们有没有本事 将我救出这里 重回太子身边 夜晚东宫内 太监总管低声劝慰着 殿下深夜寒凉 还是不要在外头久待得好 樊晨熙看着池子里的鲤鱼硬了声 但太监总管又不免有些疑惑 关于小辈子 已经按照您吩咐去做了 您明明清楚 他是细作 查清了 他豁出去帮您 就是为了让您成温情 您为什么还要帮忙 让他就在内庭司里不好吗 樊晨熙缓缓洒落手中的鱼石 他眼眸深沉 说了一句似是而非的话 留着他自然是有用了 太监总管也就不再多说 毕竟只听主子的 但他不免有些担心 这小辈子能挨得住内庭司的囚刑吗 据奴才刚得到消息 内庭司现在已经开始动手了 但樊晨熙随意地扶着下额 毫不在意地开口 如果他连这点劫难都撑不住 那也就不值得本宫为他费什么 此时内庭司里 张大人面露威严地端坐在桌前 身后还站着一名士兵 他手里赫然拿着一把鞭子 准备审犯人 张大人颇有些闲情意志 随手拿起桌子上的茶杯 连看都不看底下的人 既然来了内庭司 知道这儿的规矩吗 囚小辈此时被绑在行架上 他听了这些话 却一直低着头沉默不语 并不接他的茶 张大人见他这么不识好歹 表情阴沉地扭过头去 吩咐身旁的士兵 既然这样决 那你就去给他上一课吧 士兵听到指令 阴沉沉地笑起来 凶狠地撑了撑手中的鞭子 紧接着快步走上前 甩出一鞭子 打在囚小辈的身上 他吃痛地闷哼了一声 扭过头去着急的心想 不能倒在这里 还要帮晨曦登上顶峰 而就在这时 突然看见不远处 出现了一缕幽魂 囚小辈忍不住嘀咕着 怎么又看到了这种东西 就听到了那女子的低语 猜测到了这人身份 不过总算是有办法了 看来这是基因体制 还是有点好处的 随即他阴森森地开口 张大人宁原配夫人离世多年 最后又猛地抬起头来 冲张大人怒声质问着 你可曾想过他 他听到这话狠狠地皱起了眉头 一脸的疑惑 但囚小辈又继续开口 名夫人头上的那只蝴蝶簪 真的很漂亮 只是有些可惜了 好像破了一个脚 怎么也没让人补补啊 张大人终于反应过来 面露惊恶 表情迅速阴沉下来 整个人惊讶地张大的嘴巴 愣在原地 他颤颤巍巍地问着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囚小辈却突然阴侧侧地笑了起来 是您的夫人自己告诉我的呀 张大人终于忍不住了 声音恐惧地怒喊闭嘴 他吓得把整个桌子掀翻在地 可囚小辈却不肯放过他 让谁闭嘴呢 一缕怨魂附在他身后 痛苦地哭喊着 张成丽你为了自己的仕途 娶了上司的女儿 害死了我和我们的儿子 我现在就要你偿命 听到这么一段话 张成丽再也忍不住跌坐在地上 他面如菜色 浑身止不住地发着抖 囚小辈见他害怕成这样 笑眯眯冲着他开口 或许我们现在可以好好地谈谈 张成丽颤抖地指挥士兵放他下来 此时的东宫内 早已经点上了蜡烛 樊晨熙正低头认真地看着文书 过了一会儿 店外突然传来匆匆的脚步声 一名将领来向他汇报情况 测飞有一个秘密情人 暂时还无法得知这个人是谁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情人 在宫里的地位一定不低 杀死测飞的应该是这个情人 所以现场一点挣扎的痕迹都没有 樊晨熙轻轻敲击着桌案 开口吩咐将领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把你查到的事情都偷偷散播出去 他有些疑惑不解 这事为什么要这么做 樊晨熙不再多说 只让他照做便是 心里却在想杀了周策飞 不就是想引发本宫 跟周贵飞之间的矛盾吗 既然好戏已经开始了 不妨再做大一些 吩咐完这些 又忍不住抬头问一旁的太监 内厅司那位怎么样了 太监总管听到这话 连忙抬起头来 公身汇报情况 他脸上不免带了些惶恐 据说好像叫得挺惨的 听到这些话 一旁的将领不免有些好奇 他探出头来问 你们说的是那位帮殿下出头 被关进内厅司的小太监吗 樊晨熙警告地看了他一眼 声音冰冷地问 查到了什么 将领连忙毕恭毕敬地回他 周策飞当时把贝贝公公叫过去 是想让他做一件事 他想让贝公公替他去死 樊晨熙听到这话 脸色瞬间阴沉无比 手指用力捏碎了扶一把手 而此时的内厅司里 囚小辈简直悠哉地不行 像大爷似的坐在椅子上 一边一个人 还不断地给他山踪垂背 嘴里不断地说着好话 张成丽见他心情不错 试探地开口 能不能帮帮下官 囚小辈告诉他 自己做的孽 自己偿还 有些人虽然死了 但该给的地位还是要给 你的原配就是原配 修缮他的墓 将他的牌位请回宗祠里 发簪烧给他 最好把你们从死人手里 偷来的东西还回去 接着就困顿地伸了个懒腰 他开始赶人 别打扰我休息 随即 囚小辈就回到了自己的牢房里 就听到有人呵呵地笑着 好久没看到这么有趣的事情了 他警惕地回过头去 冷声质问是谁 那个男人却好像能看到自己一样 语气轻调地喊丫头 往哪看呢 我在这儿呢 囚小辈开始搜寻 瞬间注意到不远处墙壁上 竟然有一个网口大的破洞 应是在自己隔壁 不过 这人怎么喊丫头 这下有点糟糕了 他是怎么看出自己的身份的 于是 囚小辈往洞内望去 只见一名红发男子 端坐在一处 过了一会儿 两人背靠着背隔着墙壁说着话 刚听你们说的 你是从东宫来的 樊晨熙这太子 还没备废呢 囚小辈本来不想搭理他的 但这人居然说到了陈希 红发男子缓缓开口 说起来 太子做到他这份上 也挺可惜的 他可是元后的儿子 那可是正经嫡子 结果娘没了爹不爱的 还弄了个残疾 身有残疾 是不能继承大统的 但天天 他受许多大臣的拥戴 废了 他容易引起朝廷对他的同情 皇上就留着他的太子之位 不能继任 却霸占着 不属于他的位置 久了原本的同情 也会变成对他的怨怼 他嘖嘖两声 皇上可真高明 对亲子 都能利用到这份上 不过他败就败在一个 时运不济上 要不然论狠毒 他父亲都比不过他 你不就被他打发 到这内厅寺里来了 就你这体质 在这地方可有你瘦的 他可真狠地下心啊 囚小辈再也听不下去了 愤怒地冲着他 大喊闭嘴 红发男子忍不住愣了愣 囚小辈低声威胁着 在出声吵吵 我就割了你的舌头 心里却在想 他时运不济 我又如何能不知道 他时运不济 囚小辈眼神坚定起来 不论结果如何 我都会帮他 取回失去的气韵 而就在这时 一名太监来到牢房前 打开了门语气 恭敬地说着 今儿的您就能出去了 东宫的李公公 在外头等您 红发男子没想到 他这么快就要走了 扭头冲他低声说着 不枉费你那么护着 他还晓得 再把你捞出去 他透过缝隙看去 神色认真的 跟囚小辈承诺 在外面要是有什么需要 记得回来找我呀 我的条件很好谈的 囚小辈很快离开了牢房 来到了东宫 刚一进门 就见樊晨熙坐在桌前 正摆弄着花花草草问 回来了呀 御膳房里已经备了膳食 说着他扭过头去 看着眼前的人 简直是容光焕发 毫发无伤 又把后面的话憋了回去 快速地回过头说着 就少吃点吧 省点粮食算了 囚小辈听到这话 伸出手 委屈巴巴的 想要挽留一下 樊晨熙低声问他怎么样 肚子没事吧 囚小辈见状 眼巴巴地凑上前去 奴才挺好的 就是比较需要进步 他还是松了口 一会让人去膳房给你拿去 又低声开始凑近囚小辈 只要给本宫 生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就行了 随后 樊晨熙又迅速地往后退去 低下头演示神色 开始转移话题 这次本宫成了你的情 你想想要什么赏赐 囚小辈忍不住兴奋起来 但还是试探着问 是不是奴才要什么都可以 樊晨熙并没有反驳这话 而是让他说说看 于是 他见状立马躬身跪下 随后猛地抬起头来 直直地盯着他 奴才想请您允许 让奴才为您治病 樊晨熙脸色立马黑沉下来 猛地把茶杯砸在了地上 他表情阴沉地盯着囚小辈 没想到这小太监 竟然这么大胆 樊晨熙皱着眉 阴沉沉地靠近他 他有些怀疑 看不出来你还懂医术 邱小辈结结巴巴地说着 龙菜只是略懂一二 或许能帮到殿下 听到这句话 樊晨熙愉悦地笑了一下 紧接着 他迅速变脸 伸出手死死地掐住了 邱小辈的脖子 他瞬间不上起来 脸色难看地呛壳着 但樊晨熙根本不予理会 表情阴沉地盯着他 冷冷地质问 当本宫是什么 邱小辈很是坚持 求殿下成全 樊晨熙却不满地心想 这双要哭不哭 恳求的眼睛真让人生气 只要再用点力气 就能轻而易举地掐死他 但他最终还是松开了手 看着不断呛壳的邱小辈 不就是检查身体吗 本宫晕了 太监总管听到这话 瞬间紧张起来 心里担忧地想 殿下的身体 怎么能由一个小太监检查 万一他心怀不轨怎么办 樊晨熙居高临下的警示他 但你要知道 就算是太医院的太医 也只有林太医 能有资格为本宫看病 你要得到这个特权 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求小辈一已决 他恭敬地磕了一个头 奴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见他这么坚决 樊晨熙开始思虑 他所图的到底是什么呢 若是想借着接近身边的机会 来对自己下手 可他已经是内侍公公了 随时伺候的机会多的是 何必来冒险 于是他开口下定结论 代价就是 在五天之内 本宫要看到你的治疗有效果 否则后果自负 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但求小辈猛地 在地上一颗 奴才必定竭尽全力 樊晨熙被气得不行 好一句竭尽全力 真是不知死活 他不耐烦地扭头赶人 那你就滚吧 本宫现在不想看到你 深夜求小辈猛地 从床上坐起身来 他被噩梦惊醒了 真是差点忘了一件事 那个 让自己境内停私的罪魁祸首 他也坐不住了 于是起身穿衣 来到了周策飞寝宫 刚躲进草丛里 就被人发现了 在这里鬼鬼祟祟地做什么 求小辈不及防 被吓了一跳 猛地扭过头去 发现来人竟然是樊晨熙 他问想做什么坏事 求小辈急忙找借口辩解 殿下不是说 不想看见奴才吗 奴才只好躲起来了 心里忍不住吐槽 下午那么生气 现在就好了 真是阴晴不定 果然下一秒 樊晨熙黑脸 就黑沉下来 不知哪里又惹到了他 那你就永远 别出现在我面前 士兵推着他 快速离开 求小辈愣了下 急忙凑上钱麦乖 围着他圈圈哄人 您可怜可怜奴才吧 奴才一日不见到您 就吃不下睡不着 樊晨熙还是默许他跟了上岸 只见请殿内 士兵们一进来 就扣押了个宫女 这宫女 竟然在侧妃娘娘请殿的床上 那名宫女一直在求饶 但求小辈还是在他抬头的一瞬 认出了他的身份 这是侧妃娘娘身边的贴身宫女小翠 樊晨熙手一挥 让人把小翠压了下去 他又问求小辈 你觉得这人在这里遇到了什么 他支支吾吾地不敢说 这樊晨熙才不信这鬼话 你有什么不敢说的 求小辈摸了摸下巴做思考状 奴才感觉到这里有一缕残魂 将士们听到他这话 忍不住扑斥地笑了出来 樊晨熙明显也不信 你那什么九年义务教育 教的是这神神叨叨的 求小辈也很无奈 自己说的是实话呀 可就是没有人信 樊晨熙带着人走出殿外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那就劳烦小辈子留在这里 替本宫把那魂捉了吧 求小辈没想到还有这处 急忙慌张地挽留 但已经来不及了 樊晨熙叫人把大门关上了 他出去后却安排身后的士兵 把他看好了 本宫不允许他出事 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 求小辈独自一人被留在了寝殿里 屋里空荡荡地动得他直发抖 他心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得快点找到线索 离开这个鬼地方才行 还没走出几步远 就发现桌子上的杯子 有些不对劲 他回想起那天发生的事 周策飞那天见自己时 就是现在这样倒的水 但这杯子和那天摆的位置 居然一模一样 像是没有被人动过 实在是有些蹊跷 他刚拿起那个杯子 想要仔细查看一下 可桌子底下 突然伸出一双手 死死抓住了他脚腕 求小辈猛地被吓了一跳 心里不断地安慰自己 一定要稳住 这破体质到现在 还有什么情况 是自己没见过的 可当他做好心理准备 低下头时 却空无一人 脚上被绑了条丝巾 求小辈猛地明白过来 原来这是要自己帮忙 于是 他回到了太子殿 交给了樊晨熙 这是宫女小翠的手帕 那天给侧妃娘娘传话 奴才看见他佩戴的这帕子 他接着说着 这帕子上沾了一种迷药 这种迷药可以让人 眩运出现暂时性失明 所以奴才怀疑 小翠就是下药的人 樊晨熙随手把东西 递给林太医 本宫比较关心 本宫的人和贵妃的人 甚至还有内庭司 都不知道找了多少遍 没有发现这条帕子 怎么就让你给找着了 求小辈一时有些慌了 只能说随便找找 因为这根本不能用常理来讲 林太医拿着这条帕子 仔细观察 上面的迷药很少见 寻常大夫未必都能看得出来 贝公公 你是怎么知道的 求小辈慌张地说着 奴才进宫前跟父亲学过 也算是粗通要理 樊晨熙听到这话 呵呵地笑了起来 原来如此 樊晨熙问一旁的林太医 你觉得他为本宫看病如何 林子一恭敬地弯腰 正所谓集思广义 说不定真有奇效呢 能多个人来给殿下看看 也不错 听到这些话 樊晨熙才伸出手露出万步 眼神示意求小辈 那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求小辈急忙小心上前 伸手搭上了他的脉搏 很快脸色就阴沉下来 这明明是被下了毒 这不是一两年才有的 这身子所中的毒药 是常年积累的慢性毒 而伤了那双腿附带的毒 不过是将本就在体内的毒 引发出来而已 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死死地咬住嘴唇难过地想 怎么会这样 本来以为自己能赶上的 结果还是来迟了吗 他很是敏锐 迅速发觉了求小辈 不同寻常的情绪 他樊晨熙笑着问怎么了 难道本宫已经病入膏肓了吗 但他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求小辈忍不住瞪了他一眼 请殿下不要说这种话 奴才会救您 您会长命百岁 樊晨熙见他这样 难得地沉默了 这人究竟有什么目的 为什么会如此在乎自己 求小辈转身离开去拿房子 林太医也跟着去了 樊晨熙轻轻敲击了一下桌子 见暗卫从上方的房梁跳下来 问他查孩子的事 查得怎么样了 暗卫一上来就请罪 属下查不出和被公公接触的男人 除了他曾有几次试图靠近您 请殿之外 连个异状都没有 樊晨熙没想到 根本查不出他的身世 于是让安慰自己去领二十鞭子 但心里却忍不住想起 他刚刚的神情 你到底藏着些什么秘密 我真的能相信你吗 樊晨熙自己并没有发觉 他越来越好气求小辈 已经沦陷其中了 樊晨熙听到身后传来动静 他不用回头就知道来人是谁 不是让你写完单子 回去休息吗 还来这干什么 求小辈巴巴地凑上来 语气羡媚地说着 奴才不累的 要不今晚让奴才给你守夜吧 但樊晨熙却绝对了 本宫这里不缺你一个 听林太医说 孕妇得多休息 不得熬夜 虽然你是孕妇 但应该也差不多 求小辈不肯放弃 还想再坚持一下 他拍了拍自己的公二投机 奴才身体很棒的 守个夜没问题 然后又死皮赖脸地说着 您就让奴才留下吗 只要在外面给奴才留个小小的位置 让奴才可以窝着就行 樊晨熙姐一扣的手一顿 没想到他这么想留下 伸出手前置住求小辈的下巴 猛地拉到跟前 留下来可以 但你得先老实告诉我 樊晨熙眼眸深沉地盯着他 像是要把他看透 你到底在怕什么 求小辈不禁滑落一滴冷汗 没想到他会问这个 洋装淡定地向一旁撇过头去 不经意地挣脱开他的前置 结结巴巴说着 您威武不凡 在您身边比较有安全感 樊晨熙见他还不肯说实话 果断地转动着轮椅 向门外大喊 来人 把他丢出去 求小辈慌张地伸出手挽留他 害怕地冲上前趴在他身旁 其实奴才就是怕黑 奴才刚从寝宫那出来 在娘娘生前 奴才跟他有一点点小矛盾 樊晨熙听到这话有些不解 求小辈以为他不满 连忙伸出两根手指 小心翼翼地比划 就那么一点 他在接再历地拍马屁 奴才是真的害怕 殿下乃真龙天子 斜碎不敢靠近 您的寝殿最安全了 让奴才给您守着吧 听到这么一番话 樊晨熙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想守夜就守吧 让人在寝殿里 给家张软他 不过樊晨熙提醒他 真龙天子这样的话 不许再说了 求小辈连忙开心地点点头 奴才也就在您面前说过一次 深夜 樊晨熙脱掉外衣后 便坐在了床榻上 侧过头提醒不远处的求小辈 别忘了熙灯 他连忙听话点点头 轻轻吹掉了竹台 求小辈心里很是兴奋地想 真想不到陈希 居然真的会同意让我守夜 还给我安排了张软踏 屋内一片昏暗 求小辈小心翼翼点着脚 向着软踏走过去 却因为他过分兴奋 不小心踢到了椅子 发出一声痛呼 他的这些小动作 樊晨熙闭着双眼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见他努力地挪动着 忍不住愉悦地勾唇笑了笑 第二天清晨屋内 求小辈在睡梦中被吵醒了 听到有人通报 大皇子四皇子和五皇子都过来了 说是来探望您的 樊晨熙没有感到很意外 也该过来了 他们现在可不得 来好好安慰本宫 求小辈猛地睁开眼 奋力地爬起来 听到声音樊晨熙侧过头去 无语地吐槽他 总算是醒了呀 没想到你这座奴才的 倒是比本宫还能睡 求小辈听到这话 不免有些心虚地挠了挠头 我才一个没留神 就睡过去了 樊晨熙也没那么小心眼 不计较这个 只是让他赶紧收拾好自己 把早膳用了再来伺候 求小辈急忙硬下 却满脑子疑惑 怎么三个皇子会突然过来 很快 几位皇子就来了 众人在寝宫外间坐着 都在安慰樊晨熙 也不要太伤心了 等风头过去 再找门好轻视 五皇子嘴里不断地指桑骂怀 说完了这话 还装模作样地道歉 狠狠地戳樊晨熙的痛处 一有所指地看着他腿 我也是为了您好 想想周策飞为什么会死 樊晨熙沉默地听着他这些话 也不发一言 只沉默地喝着手中的茶水 大皇子倾咳一声打断他 周策飞会死 因为他不守复道 是他自作自受 关二弟什么事 洋装不知情来羞辱樊晨熙 五皇子这时才好心开口 若二皇兄是个健全的人 周策飞还会离他远去吗 这是说出来 丢脸的可是整个皇室 四皇子斜笑着 说得也不无道理 这要连自己女人都管不住 说到底还是自个无能 但二皇兄也是有心无力吗 周策飞听到这儿 踏出步子想要冲上去 他气得脸都黑沉下来 死死咬住嘴唇瞪着 忍不住在心里怒骂这些混蛋 可太监总管却伸手拦住了 严肃地冲他摇了摇头 眼神示意他要理智 不要在此事强出头 樊晨熙自然发现了 他们这些小动作 脸色沉沉地顶顶着 不远处角落里的人 眼神警告他别惹事 囚小辈自然看得懂 但他依旧很不服 不高兴地冷哼一声 但到底是听话的没有冲动 樊晨熙突然猛地 放下手中的杯子 不过说起来 本宫觉得最对不住的 就是四皇帝了 本宫侧妃可是你表妹呢 听说你们两个感情不错 进东宫前还有过婚约 四皇子听到这话 有些紧张连忙推脱 我不曾记得有过婚约 樊晨熙表情彻底阴沉下来 不禁冷笑了一声 瞧本宫说的什么话 四皇帝怎么会杀自己的表妹 再嫁祸给本宫呢 又紧接着把矛头指指五皇子 你口中的那样的女人 可是当年周贵妃极力夸赞 让父皇指给本宫的 樊晨熙狠狠地皱了皱眉 猛地一掌拍裂了桌子 按照你这样说的话 周贵妃当年莫不是故意 加害本宫的 几位皇子瞬间被赌得没话说 各个脸色难看 不发一言 囚小辈在旁看完全城 心里毫不吝啬地夸赞 不愧是殿下 当今圣上的五皇子 其实是周贵妃的养子 太子说的那些话 让他感到惊慌失措 手中的折扇都掉了下去 樊晨熙用阴狠的眼神盯着他们 四皇子连忙站起 白手解释道 太子莫怪 五弟性子直爽 说话向来不经过大闹 他听到这样的解释 也不想多说 他本来就和他们不是一路人 也不想过多地理会 四皇子和五皇子一起行礼 今日只是来探望太子的 无奈近日是多 我们就先告辞了 这是他们想好的托词 随后大皇子也起身 劝说着樊晨熙 四弟和五弟就是这个脾气 你别跟他们计较 保重身体要紧 樊晨熙面无表情地看着大皇子 嘴上说不计较 他心里却十分计较 不仅要计较 还要千倍百倍地奉还给他们 大皇子转身叹了口气 紧随四弟走出了太子寝宫 幸好事情没有暴露 这时太监小辈子来到了樊晨熙身旁 小辈子突然跪在樊晨熙旁 抬头看着他 让奴才给你按按腿吧 他见樊晨熙默认了 便小心翼翼地给他按腿 他便按拙便叮嘱樊晨熙 您要时常给双腿活络筋骨 让血液畅通 这样腿才不会过于萎缩 更有机会能够站起来 听到这话的樊晨熙 扭头看向他 太医也这么说过 要让人多给本宫按按 可是本宫还有机会站起来吗 小辈子猛地抬起头 用自信的眼神向他保证着 奴才一定会让殿下再站起来的 樊晨熙嘴角微微上扬 伸手拍了拍小辈子的头 对他十分宠溺 那可就麻烦我们的被公公了 小辈子坚定地告诉他 你不仅能够站起来 身体健健康康的 还会有自己的子女 多少女人求着嫁给您 随后樊晨熙伸出手 抚摸着求小辈的腹部 在他耳边低沉着嗓音 本宫这不已经有一个了 求小辈紧张地低下了头 想要跟他解释 这肚子里的孩子 樊晨熙见状急忙收回了手 并深情地看着他 这时樊晨熙俯下身来 抬手捏着他的下巴 好似在提醒他 本宫不管他是谁的 以后他都是本宫的 听到这些话的求小辈 感到非常诧异 原来他不知道孩子是谁的 只是想利用这个孩子而已 樊晨熙见他不做回答 便向他保证着 本宫不会伤害你的孩子的 相反 本宫会好好对他 给他荣华富贵 甚至权势 他突然伸手 将求小辈扶起来 脸色阴沉的求小辈 觉得太子这个承诺很好 可他心里 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樊晨熙便让他退下了 求小辈见状 向他行李告退 便带着沉重的心转身离开 只留下太子在原地目送他 求小辈来到树下 抬头看着耀眼的阳光 心中感叹着 当你做错一件事 需要做多少事 付出多少代价 才能弥补 那付出的代价 又该陷入怎样的噩梦轮回 他还在感想中 却被身后的五皇子 打断了思路 他本不想搭理 可他没想到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道理 在五皇子身上行不通 五皇子询问他要去哪 求小辈见躲不过 便上前向五皇子行李 低着头 回复着五皇子的话 奴才奉命到太医院 给太子殿下拿药 五皇子狂妄自大地 嘲笑樊晨熙 救他那身子 吃再多的药都是浪费 随后便把药踩在脚下 求小辈慌张地向他求饶 可他万万没想到 五皇子露出邪恶的笑容 饶了你可以 但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大喊 太子是废物 这个交易如何 一旁的太监劝说他 可五皇子不以为然 阴沉着脸质问那个太监 听到又怎样 他还能从东宫爬出来指责我吗 当他说完这些话后 便转过身来 一脚踹在了求小辈的胸口上 五皇子着自己的身份 在这耍着威风 五皇子合上折扇 看着被他踹倒在地的人 阴沉着脸警告他 本皇子让你死在这 太子殿下 也不能把本皇子怎么样 很快有人来到了 五皇子的身后 出言制止他们的所作所为 这是太子的人 四皇帝 五皇帝 这是在做什么 当他们转身探亲来人后 一脸不屑地朝他摆了摆手 五弟不过是教训一个 不懂事的奴才 皇兄可别多管闲事 求小辈不想听他们的谈话 随后便抬头看了看天空 这时太阳快落山了 他心中在想着 来不及赶不回去怎么办 他突然发现 五皇子跟大皇子的身后 浮现出一个鬼魂 他们二人不为所动 还在那儿大声地争执着 就在这时 刮起了一阵妖风 打乱了所有人的阵脚 风刮的他们都睁不开眼 身体也感到摇摇欲坠 五皇子突然扭过头 发现身后的小太监 已经没了人影 此刻的他感到非常诧异 求小辈一直躲避身后的鬼魂 他没想到周策飞这么不好惹 竟然追他到了这儿 就在这时 他被狮子绊倒了 此刻他被周策飞抓住了脚踝 求小辈慌忙地 从身上掏出符咒 想要攻退周策飞 突然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他扭头看过去 原来这个声音 来源于樊晨熙 求小辈像是见到了主星谷一样 激动地喊了声 殿下 樊晨熙阴沉着脸 紧盯着坐在地上的求小辈 无奈地叹了口气 起来吧 走个路都能摔倒 此时求小辈的注意力 根本没在他身上 他一直扭着头 查看身后的鬼魂 可鬼魂在樊晨熙出来时就消失了 樊晨熙见状 直接过去拉起他 随后二人回到了太子殿 求小辈还不忘回头 查看周策飞的踪迹 求小辈想起 在他来到这个世界前 每当樊晨熙出现时 他身边所有的不堪 嘲笑和威胁 都会消散 他们二人来到太子寝宫 樊晨熙便拿出手帕 擦拭着双手 关心地询问求小辈 取个药怎么这么久 被谁欺负了 可求小辈却扭过头 不想回答他的问题 此刻的樊晨熙调侃着他 不会说话了 连告状都不会了 杀那间樊晨熙发现他手上的伤 心中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不过是取个药 手怎么还受伤了 他遇到什么事了 樊晨熙靠近后 一把抓住他的手 疼得求小辈大喊 樊晨熙反问 还知道疼 知道疼还不说 想为伤你的人掩护 求小辈脸皮有些薄 奴才就是觉得丢脸 他却没想到樊晨熙这样说 脸都被人踩了 还怕丢吗 随后樊晨熙命令旁边的侍卫 让他去叫林太医过来 侍卫得到命令后 点头附和他 当侍卫走后 他便命令求小辈 去书架上拿几本书过来 求小辈有些不解 他要我拿书干什么 这时他拿书走过来 递给樊晨熙 樊晨熙有些诧异 这是给你准备的 本宫看你学的九年义务教育 显然不够 听到这些话 求小辈的脸瞬间铁青 有些不可置信 他没想到樊晨熙不让看书 而是让他用头顶着 他有些疑惑不解 此时樊晨熙阴沉着脸向他解释 你太蠢 有时不会告状 还蠢地被欺负 樊晨熙看到求小辈还想解释 他便生气地和上书 阴狠地盯着他 需要本宫告诉你 外界传闻 本宫有多残暴不仁吗 现在他嘴角微微上扬 既然这样 你觉得本宫身边的公公 该是什么样的 求小辈看了看他 竟无言以对 樊晨熙突然把求小辈搂到怀里 手抚摸着他的下巴 是不是应该嚣张点 跋扈点 求小辈看着他 点了点头 随后他便松开了求小辈 认真地询问 如果下次再有哪个皇子对你动手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求小辈头顶着书 愤恨地大喊道 下次再遇到这种事 我就先宰了他 再考虑别的事 樊晨熙见状 直接谈了他一个脑瓜崩 还真是有本事啊 敢嘟囔要宰个皇子 你觉得进内廷丝很舒服 片刻后 林太医来了 樊晨熙直接命令道 别在这几妹弄眼的了 快让太医看看你的伤势 林太医帮他包扎好后叮嘱着他 没伤到骨头 但要疼上几天 你现在的身体 也不适合喝药 只能外敷 每天换药 当林太医想要查看他全身 想看看 还有没有受伤的地方 囚小辈却扭过头怒吼他 这一幕 让林太医感到十分疑惑 囚小辈听到林太医说 自己像个小姑娘时 无奈地转过头向他解释 我没有其他的伤 不用看了 可林太医还不肯罢休 像个老父亲一样劝说他 检查是为你好 又不会少块肉 一旁的樊晨熙也表示赞同 夜深人静时 囚小辈躺在榻上 感叹今天的惊险 之前在侧妃请殿里 撞见周侧妃时 也没见他像今天这样愤怒 他突然又想起那个时候 他的身边没有大皇子 四皇子和五皇子 而今天周侧妃出现时 他们都在 囚小辈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他有点不敢相信 可他不得不这样去猜想 杀死周侧妃的凶手 可能就在三个皇子之中 突然有一个枕头朝他砸了过来 他痛哼了一声 紧接着樊晨熙警告他 还睡不睡 不睡起来继续顶书 囚小辈慌张地扭过头去 看着床上被吵醒的樊晨熙 奴才就是做了个噩梦 马上就睡 随后囚小辈躺了下来 静静地看着屋顶 差点忘了晨熙还在旁边 不过这五日之期就要到了 是时候去找那位药材了 到了第二天清晨 囚小辈向樊晨熙禀告 自己的行踪 他要去毕心宫 想要寻找一株药花 听到这话后 樊晨熙的嘴角微微上扬 小辈子对这皇宫了解得挺透彻的 连毕心宫里有什么要花都知道 囚小辈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塞 大家平时聊点小道消息 刚好被奴才听到 其实也不确定 但为了殿下要去看看 樊晨熙微微低下了头 继续写着他的毛笔字 既然这样 那随便你吧 可他总归是担心囚小辈的 就在小辈走后 侍卫前来禀报 宫女小翠不见了 樊晨熙阴沉着脸 在你们严密地看守下 难道宫女竟凭空消失了 侍卫见状急忙跪下 属下也不知宫女小翠如何消失 不过在他不见前 被公公曾经靠近过他勘压的地方 樊晨熙放下手中的笔 阴沉着脸看着他 先将那宫女找出来 再给本宫查清楚 是谁告诉小辈子 关于毕心宫的事 这时 囚小辈已经到了毕心宫 他在草地里一直翻找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他终于找到了药花 他小心翼翼地把他采摘下来 就在他找到这株药花 感到十分激动时 不远处传来两个人的争吵声 囚小辈急忙躲在树后面 观察着这一切 当他看清二人后 他始终不敢相信 那个宫女居然是小翠 男子伸手抚摸着小翠的脸颊 一上来便询问他 你来这里的路上 有没有被人跟踪 或者是被人看见 他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看着面前一直摇头的女孩 低沉着嗓音对他说 没被人看见 那就好 男子一直在哄骗等于小翠 说着好听的话 做着狠心的事 你是最听话的 也是让我最舍不得的 为我做最后一件事吧 他的话音刚落 便伸手掐住了小翠的脖子 当小翠没了动静 直接把他推倒在地 没想到他杀了小翠 此刻的囚小辈 在草丛里发出声响 被不远处的男子察觉到 他阴沉着脸 扭头大声怒喊 谁在那里 随后 他便朝囚小辈走了过来 囚小辈悄默地挪动着身体 现在的他绝对不能被那个人找到 就在男子靠近后 在树下停顿了一秒 却又转身离开了 囚小辈在树后面 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远 他便起身去查看那人的情况 他趴在树上 心中很是不解 那人为什么在靠近之后 就又转身离开了 囚小辈突然被人从身后 遏制住了脖子 就在他生命受到威胁时 感觉这个世界 好像在跟他开玩笑 就在最危难的时候 不远处飞来一颗石子 打到了男子的手背 囚小辈找准时机 从他手中逃脱了出来 男人还想上前 去抓囚小辈 他突然察觉到身后的一样 一个侍卫从碧心宫外跳了进来 他感觉情况不妙 竟灰溜溜地逃走了 只留下坐在地上的囚小辈 这时的囚小辈 也看到来人是救他的 凡时微笑着摸了摸后搏梗 被公公 你没事吧 殿下不放心 你一个人出东宫 让属下来保护您 囚小辈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 询问面前的人 该怎么称呼 他摆了摆手 我名字叫凡时 您叫我小时就好 他们二人一起来到小翠的尸体旁 囚小辈让小时帮忙找个地方 他想把小翠买了 这时的凡时 担心他会带人回来 可囚小辈早已算到 这个碧心宫是他的老巢 他不会把人引到这来 小翠虽说死有余辜 让他入土为安也好 在太子寝宫 樊晨熙正坐在主位上 认真地练着毛笔字 可外面一直传来 囚小辈的声音 这让他无法静下心来 囚小辈抱着一个盒子 激动地从外面跑进来 要花找着了 可他没想到 前面的太监将自己拦住了 李公公缓缓开口 殿下说今晚不用你首页 你回房休息吧 要花也不用了 囚小辈紧张地询问 殿下是不舒服吗 此时樊晨熙还在写字 做出了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但他的心思 早已落在囚小辈身上 囚小辈笔直地站在那 静静地看着樊晨熙 心中有些失落 明明之前一直让我首页 现在居然要我回去 他心中十分不甘 不想就此被打回原形 他找准时机 从李公公身边冲了过去 你公公大喊着 小辈子快回来 囚小辈见不跑上前 一把夺过樊晨熙手中的毛笔 这时他看着面前的囚小辈 呆愣在了原地 当他回过神来 一掌拍在了桌子上 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朝囚小辈怒吼着 谁给你的胆子 可这时的囚小辈 脸色像翻书一样快 用那种委屈的眼神看着他 不就是您吗 是您答应奴才的 听到这些话 樊晨熙的情绪也稳定了下来 你还想抓着本宫的笔 到什么时候 这话瞬间让囚小辈 回过神来 囚小辈急忙双手 把毛笔奉上 樊晨熙扭头看到 他皱巴巴的双手 随后便摆了白手 这笔赏给你完了 樊晨熙突然命令着李公公 去拿一个蒲团过来 李公公拿来后 毕恭毕敬地摆放在殿下的旁边 他嘴上说着怎么敢 可身体非常诚实地坐了下来 随后樊晨熙向他伸了伸手 这时的囚小辈 还在闭眼笑着 樊晨熙依靠在轮椅上 用手煮的下巴 你不是嚷嚷着 要帮我看病吗 现在怎么不看了 囚小辈回过神来 伸手给他大麦 全息身体里的毒素 还是老样子 林太医之前开的药 已经开始产生抗性 他坐在蒲团上 认真地询问樊晨熙 是不是谁惹您生气了 心里要有什么不痛快要说出来 闷在心里会伤身体的 听到这话的樊晨熙 瞬间炸了毛 阴沉着脸盯着囚小辈 想知道本宫在心里闷着什么气 吓得囚小辈连连后退 突然他被樊晨熙揪住了耳朵 急忙向他解释 奴才知错了 有话好好说 奴才都听您的 被顺好毛的樊晨熙 俯下身来看着囚小辈 是谁跟本宫保证 只是出去采个药 保证一点事不会有的 他伸手捏住他的下额 把小翠那个宫女放出去 难道也是意外 你不是因为愧疚 让他因此丧命 才给他挖坑埋尸 樊晨熙挑了挑眉 碧心宫慌了这么多年 老的宫人不会提起 新的宫人不知道 是谁告诉你 碧心宫有你要的药花 此刻的囚小辈有些慌张 胡编了一个理由 我没有说谎 就是我的几个朋友告诉我的 他跪在樊晨熙身旁 就在这东宫里交的朋友 他们在东宫待了很多年 知道不少皇宫里的事 囚小辈想起那个太监的鬼魂 他们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知道的事情比较多 只是他们的衣服 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抚摸着下巴 一直在思考着 想起了衣服上的细节 他们的袖子上有条纹 而且颜色比较深 李公公见状 直接告诉他 你说的是先皇陛下的救治服事 紧接着樊晨熙也质问他 你怎么把小翠他放出去的 囚小辈有些尴尬 抬手摸了摸脑袋 我就是用了点障眼法 没想到真成了 你说巧不巧 樊晨熙紧接又问 你心万苦把那宫女放出去 有结果了吗 囚小辈抬手向他比划着 还差那么一点 他看到囚小辈 就气不打一出来 没得到什么结果 还差点把小命弄丢了 樊晨熙直接转过身来 真心不想搭理他 他完全没有想到 囚小辈没有走 反而在他身旁 并把头搭在他的腿上 双眼放着光 深情地看着他 李公公见状 急忙提醒道 殿下给你准备了午膳 一直没等到你回来 就让人一直热着 你还是赶紧去吧 樊晨熙一脸嫌弃地扭过头去 本宫还是让他们拿去喂猪吧 囚小辈一个鲤鱼打挺 就站了起来 大喊着我马上去吃 囚小辈出去了一段距离后 回头询问他 我今晚还能给你守夜吗 樊晨熙没回答他 直接把问题反问了回去 你还记得那天 让你盯的几本书吗 看着心情激动的囚小辈 猛地朝他点着头硬核着 此时的樊晨熙 心里想着坏主意 让囚小辈自己挑一本书 并让他十天后 完整地念给他听 囚小辈一听到让他念书 心情就跌落到谷底 他没想到樊晨熙会用首页 来威胁自己念书 真是让人头疼 他现在感到很无奈 为什么太监还要十字读书 在他上学那会儿的文言文 现在想到还头大了 李公公有些不解 樊晨熙缓缓开口 他一定还隐瞒了别的事 在这东宫里 居然还有我不知道的人 樊晨熙向李公公解释着 让囚小辈读书的缘由 他若有机会离开东宫 多少也算有个谋生的手段 他看着囚小辈离开的方向 露出一抹笑容 你和子异都觉得 本宫对这个小太监太好了 可若我真的命不久矣呢 这时樊晨熙想起了囚小辈的面容 心中感到非常暖 他肚子里的那个孩子 就是本宫未来的希望 此时的夜色非常安静 囚小辈拿着点燃的弥箱 来到樊晨熙床边 看着早已熟睡的他 上了一个双保险 囚小辈亲眼看到 弥箱围绕在樊晨熙身旁 虽然这箱只有半个时辰的效果 但也足够了 弥箱已经充满了整个房间 房梁上的暗卫 也因弥箱的作用 熟睡了起来 囚小辈就陷在原地看着这一幕 囚小辈走上前 突然倾在了樊晨熙额头 抱歉了晨熙 我找你借点龙器防身用 反正你也不吃亏 很快 他来到一处阴森的后花园 跟躲在暗处的鬼魂聊着天 囚小辈让他们快出来 躲在树后的鬼魂 一直在瑟瑟发抖 囚小辈急忙解释 不能怪我吓唬你们 这不是为了自保吗 囚小辈跪在地上 给他们把新衣服烧过去 这是我按照你们的尺寸 给你们各自做了一套 就当答谢你们 两个鬼魂看着身上换好的新衣服 心中早已乐开了花 这从四品的衣服 他们还从来没有穿过呢 鬼魂提醒他 周策飞在太子寝宫外等你 他绝对不会放过你 囚小辈不屑地摆了摆手 不找杀他的凶手 找我干嘛 囚小辈认真地思考着 能让恶灵不敢接近的 一个是恶人 二是阳气甚旺盛之人 三是身具龙气之人 看来还得找他一回 好好地跟他谈谈 囚小辈想通这些事后 便跟鬼魂打着招呼 时间不早了 改天再聊 他嘻嘻嘟嘟地钻回被窝 可这一幕被身后的樊晨熙看到了 他觉得囚小辈 打算起床出去 被发现的囚小辈 僵在了原地 慌忙地解释道 吵到您了吗 奴才觉得肚子有点饿 想出去找点吃的 樊晨熙扶着沉重的额头 缓缓地坐起身来 睡觉也能睡饿 别出去找了 让下面人送点吃的进来吧 一日的清晨 囚小辈在院内熬着汤药 身边的宫女 微微地弯下腰来 这药 还是让奴婢帮你熬吧 他只好 让宫女帮忙倒出来 他边倒要边跟囚小辈聊天 您听说了吗 杀害侧妃娘娘的凶手找到了 听消息传言是四皇子 囚小辈听到这个消息 有些不可置信 想到四皇子 那个胆小如鼠的样子 他怎么敢杀死一个人呢 李公公看着送过来的汤药 便又叹了口气 一脸愁容地看着樊晨曦 希望这样真的能帮到殿下 就在这个时候 林太医也来到了寝宫 囚小辈告诉他自己的想法 奴才想请你 按照奴才说的 为殿下试真 林太医看着那些真很是惊讶 居然是紫竹针 紫竹具有清热解毒凝神的功效 微臣只是听过 没想到真的有 他看着囚小辈 轻咳了一声 神色十分肯定 有了这紫竹针的相助 治疗殿下的病 就更有把握 囚小辈有些生气地插着腰 原来之前你就没信任过我 这碗药不能放太长时间 还是快点开始吧 樊晨曦非常信任囚小辈 眼神放着光地看着他 那本宫倒要看看小辈子的医术了 躺在床上的樊晨曦醒了过来 他抽回被囚小辈拉着的手 囚小辈感觉手上一空 直接惊醒了过来 他有些迷离乎乎 抬手揉了揉眼 看着已经醒了的樊晨曦 关切地询问着 您感觉怎么样 樊晨曦想起昏迷前 囚小辈吩咐李总管 去按照药方煮一锅水出来 随后叮嘱他 让他亲自看护 不需任何人靠近 囚小辈见李总管走后 便恭敬地对樊晨曦开口 请殿下宽衣吧 您该准备让林太医试真了 樊晨曦察觉到囚小辈的目光后 立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阴沉着脸看向他 此时的囚小辈脸已经红透了 他委屈巴巴地转过身去 感到十分气愤 明明林太医都可以看 凭什么凶我 我怎么说也算半个男人吧 林太医拿起针 看向囚小辈 可以开始了 他直接朝樊晨曦的封门穴扎了下去 紧接着又在胆于穴下了一针 随后的第三针和第四针 扎在了知识穴和高芒穴 囚小辈抱着穴位 林太医精准地扎在了樊晨曦身上的穴位上 失针结束后 樊晨曦便昏迷了过去 下人把他扶到了床上 囚小辈一直留下来照看他的状况 在樊晨曦醒来时 看到了和自己牵着手的囚小辈 胆子好大的小太监 我难道是在治疗时 昏睡过去了 当他扭头看到 囚小辈还在熟睡 他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女孩 这感觉有点似曾相识 难道我们认识 就在他感慨时 房屋的门被人打开了 林太医跟李总管从外面走了进来 林太医端着要询问殿下的情况 被动静吵醒的囚小辈 慢慢地扶起樊晨曦 神情紧张地看着他 迫切地想知道他的身体状况 林太医走上前 给太子搭卖 虽然您身上的并没有清除 但已经控制了 短时间内不会发作 这毒清除了一部分 李公公说出自己的想法 直接被囚小辈拒绝了 这种真疗十分霸道 还要搭配上我找来的药 但这种药只能用一次 囚小辈的神色突然坚定起来 真正要给殿下服用的药 没那么容易到手 只能先稳住殿下的病情 只有稳住了病情 我才能多出时间去找药 囚小辈跪坐在地上 深情地看着他 我一定尽快找到 殿下需要的药 樊晨曦缓缓开口 子依也累了 本宫现在也无碍 有小辈子 看着就行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随后他又命令李总管 让他也下去歇息 林太医跟李总管一前一后 走出了寝宫 他只留下小辈子照看着 此时囚小辈帮他按摩着腿 最近传言 似殿下就是杀死侧妃娘娘的凶手 听到这些话的樊晨曦叹了口气 囚小辈从始至终就觉得 这是有蹊跷 一定是有人背后操纵 他就那样宠溺他 那不正合你 他看到樊晨曦的样子 开心地笑了起来 明知道我要做什么 嘴上不同意 暗地里仍在帮我 就在囚小辈愣神之际 樊晨曦挑起他的下额 调戏着小辈子 你打算用什么来谢我 太子在凉亭中欣赏美景 这时暗卫前来禀告 四皇子已经乱了阵脚 目前的周贵妃还算沉得住气 樊晨曦摆了白手 那就再给他们加把火 往樊晨曦的身上推 周贵妃忍得了 本宫这四弟可没那么好的性子 他交代完事情后 就开始询问邱小辈的踪迹 李总管急忙回答 他在西院花园里 正在采集露珠 当他转过身来 脸色很是圣人 那地方靠近那倒霉鬼周策飞的公园 他不是最不爱靠近那块吗 樊晨曦缓地低下了头 随他去吧 也就今天的假期 顺便捞两条鱼让膳房去做 要做酸一点 他喜欢吃酸的 听到这话的李总管 看着太子离去的背影 有些不可置信 这鱼可是非常名贵 在西院的花园里 邱小辈坐在鞦韆上 阴狠地盯着周策飞 他们谈论着各自的条件 邱小辈为他感到不值 邱小辈一脸不屑 我有沉溪的容器护体 你要跟我拼命 你也要受创 我们又没有深仇大恨 何必这样呢 听完他这番话后 周策飞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怎么没有恨 不是你的话 我也不会死 邱小辈都不屑地搭理他 周策飞的周围散发着阴气 只要你肯替我死 我原本就不用死 以你的身份 在东宫里 下场会比死更难过 他向邱小辈靠近 你以为樊晨熙是什么人 等你没了利用价值 他会将你抽皮扒金 让你死都不得安宁 邱小辈有些听不下去了 便从秋千上下来 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死都死了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周策飞听到邱小辈说 要帮自己报仇 有些不敢相信 你怎么帮我报仇 我自己都不知道 杀我的究竟是谁 其实他心中早有答案 只是不想说 周璇转过身却说 那个贱臂背叛我 将我迷晕了 我怎么知道是谁 邱小辈阴沉着脸 朝打算离开的周策飞摆了白手 你考虑的怎样 要不要和我合作一下 找出幕后真凶 四皇子来到周贵妃的寝宫 很快太监便走进来禀告 太子已经得到杀死周璇的证据 并送往内庭司了 周贵妃慌忙询问太监 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他急忙回答 那物证是密封送往庭司的 奴才没有看清 四皇子一掌拍在桌子上 大声呵斥着 一定是伪造 我从未进过太子侧妃的请殿 怎么可能把物证留在那里 他阴沉着脸提醒着母妃 他们必须马上有所行动 周贵妃还是很担心 万一樊晨熙再故弄玄虚 此时的四皇子拍着胸脯 不管他是不是弄虚作假 他那么有把握地 将证物交给内庭司 那一定会对儿臣不利 四皇子咬牙切齿地说 自然是让他有口难辩 让他呈现的任何证据 都只能沦为笑话 周贵妃听到自己儿子这样说 嘴角微微上扬 心中盘算着自己的后路 那就让这天变一变吧 夜晚的时候 圣上来到了周贵妃的寝宫 他们三人一起吃着晚餐 周贵妃却说 谢生最羡慕的 就是平常百姓了 一家人和和乐乐地在一起 吃着他亲自做的饭菜 他就满足了 这就是周贵妃最期待的事情 这时周贵妃发现了一个婢女 但这个宫女她从未见过 她感到十分诧异 周贵妃看着她端的菜 又看了看桌上的 今晚的菜 都是本宫亲自为皇上做 都已经端上来了 你这盘是哪来的 宫女突然扔掉手中的盘子 拿出一把匕首 朝皇上刺了过来 皇上急忙大喊着 快来人有刺客 侍卫们急忙从外面冲了进来 一把摁倒了宫女 四皇子阴沉着脸质问她 你是什么人 谁派你来的 宫女眼中含着泪 抬头看着皇上 奴婢是什么人不重要 太子是您和皇后的儿子 你怎么能这样对她 皇上听到宫女说的这些话 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你曾是皇后的婢女 是太子派你来的 可这个宫女 一点也不透露背后的人 奴婢只是看不惯皇上 看不惯周贵妃这个贱人 宫女还在大喊着 字字戳着皇上的痛楚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进来一个侍卫 大喊着陛下 侍卫站在皇上身后 小声地嘟囔着 皇上听到她的话十分惊讶 完全不敢相信 东宫会有一军 随后侍卫坚定地回答 东宫里忽然集结了数十人 从身手来看 很像是军队出身 伪装成功人 进入东宫 皇上听到这些话 有些按耐不住 起身便要去东宫查看 她想要知道 樊晨熙集结义军 究竟想干什么 可这时的东宫 并不是那个 侍卫所说的那样 樊晨熙正在和 仇小贝看书吃葡萄呢 根本没有集结义军 当仇小贝听到 樊晨熙的问题后 有些心虚地往后退了退 殿下能不能 不说这么扫兴的话 樊晨熙直接质问 嫌本宫扫兴 仇小贝看她有些不高兴 连忙白手解释 奴才正在努力地读书呢 李总管突然从外面 跑了进来 脸色有些难看 她慌忙地禀告着樊晨熙 外面来了好多人 此刻樊晨熙脸色阴沉了下来 看来四弟比我想象的 还要按耐不住 我已现在开始了 推我出去看看 当樊晨熙一行人走出来后 看到东宫大门外 走来一群带刀侍卫 圣上可真是心事动众 一次也不相信太子 樊晨被脸色阴沉下来 这可是保卫皇宫的敬畏 现在这么守在东宫门口 是将晨熙这个太子当敌人吗 她紧握拳头 砸在了太子的轮椅上 真是欺人太甚 樊晨熙察觉到她的怒气 直接伸手握上她的手 樊晨熙出声打破这僵局 本宫又犯什么错了 让你们这般心事动众地来包围东宫 禁军根本不理会太子殿下 随后禁军分别靠向两边 把中间的位置留给圣上 此刻所有人都毕恭毕敬地向她行礼 皇上万岁 皇上静止走到太子身旁 她阴沉着脸质问太子 朕听说东宫里尽了几个身份不明之人 安全起见还是搜查清楚 樊晨熙跟皇上装着委屈 东宫禁闭三月 如今连一半的时间都未过 怎么会有不明身份的人进来 皇上作为父亲 他从未相信过自己的儿子 只听信小人的谗言 就来斥责樊晨熙 他一直都想樊晨熙死 他甩手命令着禁军 太子身体不好 将他送去请殿 好好看守他 可别让萧小之徒 趁乱伤了朕的太子 朕小辈拼命抵抗禁军 听到皇上的命令 大喊了一声等等 禁军见状也放开了他 朕小辈走上前 推着殿下离开了 他们回到了请殿 屋门被看守的禁军用力关上了 此时 樊晨熙察觉到屋内的杀气 一会儿可能有场硬仗要打 樊晨熙看着蹲在自己身旁的女孩 担心自己一会儿可能护不住他 会让他受伤 他不应该跟进来的 他看着朕小辈坚定的神情 只好提醒他 一会儿躲远点 樊晨熙话音刚落 就发现房梁上的黑衣人 四皇子劝说着皇上 您别气坏了身子 相信陈静统领会搜查清楚的 您要不先回去歇息歇息 随后他转身 寒沙射影的暗示禁卫君 不管太子耍什么花招 都不能让任何人进出 有任何差池 小心你的脑袋 原来太子寝宫里的黑衣人 是四皇子安排的 他只为了除掉太子 黑衣人拿着刀 直接从房梁上跳下来 樊晨熙二话不说 直接拿出腰中佩剑 挡在囚小贝身前 他注视着黑衣人的举动 却让囚小贝找地躲起来 眼见黑衣人拿刀砍了上来 樊晨熙阴沉着脸 拿见阁挡黑衣人的进攻 囚小贝被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吓到了 当他回过神来 想到了门外看守他们的禁卫君 他急跑过去 一把推开门 向禁君大喊着 屋内有刺客要杀太子 他本来想寻求帮助 可没想到禁君毫不在意 禁卫君直接把门从外面关上 没有皇上指令 任何人不得进出 囚小贝敲门呵斥着 这些人就这样见死不救 沙内间 黑衣人从樊晨熙身后跳了出来 此刻的樊晨熙 正在与另个黑衣人打斗 囚小贝一个猛扑 撞到了樊晨熙面前的黑衣人 樊晨熙大声呵斥他 你跑过来干什么 他阴沉着脸默不作声 直接从怀里掏出一包药粉 顺势朝黑衣人撒了过去 囚小贝直接挡在樊晨熙面前 让他摒弃 吸了药粉的黑衣人都纷纷倒闭 只有一人还在强撑着身体 想要完成自己的任务 樊晨熙看着面前摇摇晃晃的人 脸色十分阴沉 心中盘算着怎么扳倒想害他的人 他打算让自己受伤 满足黑衣人的任务 要不然这戏还怎么继续演下去 樊晨熙护住囚小贝实受了伤 外面的人听见屋内的动静后 一脚踢开门射杀了黑衣人 樊晨熙完美的计划得逞了 站在门口的一行人 看到屋内的这一幕 直接愣在原地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会有人刺杀太子 然而皇上的脸色更是难看 他看着受伤倒地的太子 心中充满疑惑 那些义军不是太子召集的吗 丞相跪下恳求着皇上 太子从小就聪慧过人 本应大展宏图 却应招歹人暗算 他可是皇后唯一的儿子 听完丞相说话的这一番言论 所有人都跪下恳请皇上开恩 皇上察觉自己心思被戳穿了 直接转身呵斥他们 皇上直接大骂看守的禁军 没想到禁军却说 这都是皇上的安排 以防太子使诈 还让我们不管发什么 都不要进出 樊晨熙一脸委屈地看着皇上 您要真想让儿臣死 儿臣一句话都不会多说 您委事不必暗杀我 听到这话的皇上大怒 郑和时说过这样的话 你信不信郑割了你的舌头 陈通龄很是诧异 扭头看了看身后跪在地上的四皇子 此时四皇子根本不敢与他对视 皇上见臣统领 呲呲呲半天都没说 皇上直接指责他 朕在你们眼里 有那么糊涂吗 好端端的朕为何杀害亲子 他说完这些话便走了 随后丞相追了上来 跪在地上想让皇上彻查此事 皇上却把这件事交给丞相来处理 丞相恭送完皇上跟四皇子后 他们二人的脸色异常难看 皇上心中也盘算着这件事 只有交给丞相处理 才问心无愧 四皇子担惊受怕地跟在皇上身后 他心里一直在担心 皇上是不是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 皇上猛地停住了脚步 四皇子诧异地上前询问 父皇怎么不走了 迎接四皇子的却是一个大耳光 四皇子见状 急忙跪在地上 搬弄是非地恳求皇上的原谅 皇上却直接惩罚 他闭门三个月 受伤的樊晨熙正在卧床休息 有所得就必有所出 外公你是看着我长大的 这些年我经历的这些 哪样不凶险 丞相看到仇小辈端着药走进来后 便抚摸了下自己的胡子 接下来你要好好养伤 剩下的交给外公去报吧 樊晨熙跟丞相说着辛苦 可眼神一直在仇小辈身上 从未离开 他不敢相信仇小辈放下药就离开了 这时 丞相还未发现樊晨熙的异常 随后樊晨熙咳嗽了起来 丞相见状便起身劝说他 你这身体要好好休养 外公改日再来看你 丞相走出寝殿后 叮嘱着一旁的李公公 要让他们照顾好太子殿下 李公公在丞相走后便进来了 而此时的樊晨熙向他询问求小辈踪迹 这让李公公干大着了 得到樊晨熙的命令后 李公公便走出来喊求小辈 让他进去见太子殿下 樊晨熙看着求小辈走进来 嘴角微微上扬 调侃着求小辈 你站那么远做什么 求小辈一脸不情愿地挪动着脚步 此时的樊晨熙还是不满意 还想让求小辈再离自己近一点 听到这话的求小辈叹了口气 阴沉着脸大不留心地走到他边 他俯瞰着樊晨熙 心中暗自感叹 这下够近了吧 就在他愣住时 樊晨熙直接伸手 把他拽到了床上 他耐心的安慰 再闹就拖下去打板子 你有事说事 闹什么别扭 樊晨熙看到他的神色后 嘴角扯出一抹笑 无奈地伸手 戳了戳求小辈的额头 求小辈对他的动作 感到有些心动 随后他抚摸求小辈的脸 可求小辈一直默不作声 最变上樊晨熙有些怀疑 一直大大咧咧的人 今天为何如此安静 此时 求小辈一直在生樊晨熙的气 气他不顾自己的生命 隐瞒着他屋内的刺客 现在 他却在明知故问 他伸手捏了捏求小辈委屈的脸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 本宫给你吃好的 住好的 还让你给本宫治病 怎么就欺负你了 求小辈气愤地碰掉他的手 露出他那委屈的小脸 大声质问他 刺客是不是您故意放进来的 但樊晨熙毫不在意 没想到他会这么生气 求小辈气他没说 刺客不止一个 更没有告诉他 静君会对刺客无动于衷 求小辈突然无脸痛哭起来 不敢想 要是樊晨熙被杀死的后果 樊晨熙看着他 甚是心疼 我早已安排好了丞相他们 听到这话的求小辈更是害怕 哪有绝对的事 万一他们赶不及呢 万一刺客更厉害呢 万一真的让他们得逞了呢 殿下您考虑过后果吗 求小辈越说越生气 看着樊晨熙一点都不在意这件事 觉得心中很是委屈 樊晨熙看着默不作声的求小辈 语气稍微缓和了 如果只让刺客跟进卫君遇上 那么就可能会被说成是本宫造反 只有真正陷入困境 戏才会走下去 你现在可明白 他话音刚落 求小辈瞬间掉下了眼泪 奴才只想让你好好活着 此刻樊晨熙有些疑惑 求小辈不是戏作吗 为什么这么在乎我的命 是真情还是假意 如果是假的 最好别让我发现 随后樊晨熙便答应求小辈要好好活着 听到这话的求小辈笑了起来 但没想到樊晨熙一把把他拉到了床上 求小辈看着两手像我 脸瞬间红了 他心中也有些震惊 太子的床也是龙床了吧 怎么能让我一再坐上去呢 樊晨熙与他对视一样 察觉到他坐立难安 于是闭上了双眼无奈的开口 你坐着回话便是 看着他紧张的样子 有些想笑 此刻樊晨熙缓解着紧张的氛围 你说要抓到杀害周旋的凶手 成功了吗 与此同时另一边 有个太监跪在地上 慌忙地向面前的人求饶 跟主子解释着自己没及时禀报的原因 如今培养的好手死了三个 两个昏迷在内庭寺审讯 刺杀还失败了 你说我该怎么处罚你 随后他便抽出剑指向太监 太监慌张地大喊 恳求主子可以饶过他 他现在不想死 正好他现在还不能杀了这个太监 他便收回剑 露出邪恶的笑容 低沉着嗓音 不杀你也可以 只要你将功赎罪 求小辈醒来发现在太子的床上 他猛地坐了起来 樊晨熙却调戏着他 醒了还不起来 是等着本宫来伺候你 樊晨熙坐起身来 拨弄着自己的头发 深情地盯着求小辈 感觉怎么样 本宫是否让你满意 他突然靠近求小辈 你不会是等着本宫给你更衣的吧 听到这话的求小辈 有些不知所措 他看着樊晨熙居然害羞了 求小辈羞红着脸 伸手去脱樊晨熙的衣服 樊晨熙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的举动 本宫让你更衣 没让你脱本宫的衣服 听到这话的求小辈 刚大的笑了下 摇晃着脑袋解释 真是不好意思 我睡糊涂 您别见怪 随后小辈手忙脚乱地拿过衣服 帮樊晨熙更衣 坐在床上的樊晨熙 还在故意地调戏他 昨晚睡得好吗 床舒服吗 此时的求小辈 根本没听他在说什么 却一股脑地都答应了 当他思绪回过来 认识到自己说的是有多离谱 他回过神来摆手道 奴才知罪了 请殿下开恩 当他说完这些话后 樊晨熙并没有生气 相反的是他很高兴 突然李公公阴沉着脸走了进来 禀报着太子殿下 皇子们已经到善厅了 听到声音的求小辈回头看了眼 听到这些话的樊晨熙 他嘴角扯出一抹坏笑 现在好戏就要开始了 小辈子收拾好 跟本宫一块招呼下 这几个兄弟 坐在上厅的三位皇子 他们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五皇子觉得这件事不简单 太子哪会好心的 请我们用膳 这些话被刚走进来的樊晨熙听到 他双手合十 静静地看着他们 就算是鸿门宴 五皇帝又当如何呢 五皇子惶恐地合上膳子 他感觉背后直冒冷汗 这时他一句话 也不敢反驳樊晨熙 随后樊晨熙便坐到了主位上 他命令身后的求小辈 让他帮自己给三位皇子针酒 当求小辈来到五皇子身边倒酒时 五皇子神态慌张 心中盈盈感到不安 也不知道 他听到那些话后要怎么对付我 转了一圈后 求小辈把所有人的酒都倒满了 最后回到太子殿下身边 笑着告诉他 酒都真好了 樊晨熙二话不说 直接夹了一片肉递到他的嘴里 他看着早已乐开花的小太监 但默地询问他味道如何 求小辈狂点头 觉得太子亲自喂的 味道就是不一样 紧接着 他用我眼神疯狂暗示樊晨熙 并伸手扯了扯他的衣袖 樊晨熙觉得 求小辈这样挺像宠物 他便开启了头位模式 坐在一旁的三位皇子 看着这一幕 表示真的很无语 看着他们上演主仆情深 感觉很无聊 最后 大皇子和五皇子 便一起喝起了酒 此时的他们已经上头了 八皇子樊晨精 来到太子殿下身边 他指着对面的两位皇兄 他们好像喝得有点多 樊晨熙听他说完 便放下了筷子 他看着趴在桌子上的二人 脸色瞬间难看了下来 这东宫别的没有 房间倒特别多 随后便命令李公公带他们下去 大皇子昏昏沉沉地推开房门 他走进来后 却看到一个女人 怎么会有女人在我房间 樊晨熙究竟想做什么 女人阴沉着脸转过身来 看着面前的大皇子缓缓开口 看我给你跳支舞吧 大皇子有些诧异 觉得这个女人好眼熟 他邪魅一笑 感觉整个房间都阴森森的 语气低沉对他说道 你难道不记得我吗 没想到你这么快 就会忘了我 大皇子听到他的话后有些震惊 没想到这女人 居然是周策飞 他被吓得直接摔坐在地上 周策飞居高临下地质问他 你说 只要假死就能摆脱身份 就能跟你在一起 可你没告诉我 你要我真死 大皇子健壮 直接跪下 恳求他的原谅 还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没有办法 说他是真的爱周旋 反过身来 就给了周旋一巴掌 这难道就是他所说的爱吗 大皇子伸手直接掐住了周旋的脖子 赤声大喊着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 此时他还没意识到 自己掐的人是求小辈 我能杀你一次就能杀你第二次 侍卫急忙跑进来大喊住手 侍卫阴沉着脸拉开了大皇子 而此刻的大皇子的酒精还没有醒 坐在地上的求小辈猛磕起来 早知道换个办法了 随后 樊晨熙也走了进来 看到地上的求小辈 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 大皇兄你能不能告诉本公 你想杀死谁 当樊晨熙的话音刚落 大皇兄的酒精醒了过来 他环视了整个房间 都没有看到周玄的身影 他心中感到十分疑惑 樊晨熙看着自己被人无视后 就有些生气 然而 大皇兄慌张的解释 是自己喝多了 在胡言乱语 他对大皇子的这个解释不满意 之后便要把大皇子送到皇上那去 皇上应该会还本公一个公道的 大皇子被人带走时 还大声呵斥着樊晨熙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什么都没做 此刻求小辈见跪在了他的面前 樊晨熙看着求小辈脖子上的淤青 关心地询问他疼吗 求小辈却笑着回答他 奴才没事 不疼的 突然他靠近求小辈 眼神有些很利 昨晚是谁不怕死的 还骂本公骗他 让本公惜命 那个太大胆的太监不是你吧 随后他便抚摸着求小辈的脸颊 要是再伤到自己 本公就亲自摘了你的脑袋 听到了没有 求小辈急忙点头 他们二人回到请便后 樊晨熙坐在椅子上认真地看着文书 他突然指了指书上的一个字 来询问求小辈 恰巧这时进来一个侍卫 侍卫在樊晨熙耳边小声嘀咕 皇上大发雷霆 德妃娘娘和周贵妃也在 宫里闹成了一锅粥 当侍卫把交代的是说完后便走了 樊晨熙也放下文书 转身朝床边走 天色不早了 我们去歇息吧 听到这些话 求小辈便收拾着自己的软榻 这一幕都被坐在床上的樊晨熙看到了 他脸色十分阴沉地提醒求小辈 求小辈无奈地询问他 你是哪不舒服吗 可樊晨熙却说没有不舒服 就是忽然有些冷 夏天怎么会冷呢 他听到这话 慌忙地想要跑出去给樊晨熙熬汤药 樊晨熙直接伸手拽住了他的衣袖 没那么麻烦 你先坐着 求小辈急忙转身询问殿下 有什么办法 樊晨熙却面无表情 最好的温度来源于人本身 你给本宫暖暖床就不冷了 听到这话的求小辈有些惶恐 奴才上您这龙床可是大罪 上次已经是特例了 您可不要次次都为难奴才啊 随后樊晨熙扭过头假装咳嗽 本宫不为难你 你去休息吧 本宫忍忍就行了 求小辈有些无奈 殿下莫激动 求小辈躺在床上很是拘谨 期盼着床赶快暖起来 现在这样他太尴尬了 他紧绷的身躯 被一旁的樊晨熙察觉到了 他缓缓睁开眼提醒小辈 暖被窝是要在被子里 你躺在被子上 是要暖空气吗 求小辈听到这话 急忙钻进了被窝 过了半小时 求小辈还没睡着 他睁开眼睛 触碰了一下樊晨熙的脸颊 小声地喊了一声他的名字 在求小辈以为他睡着时 樊晨熙突然伸出手 握住了他的手腕 他猛地贴近求小辈 看来你是不想睡了 此时的他感到有些惊慌无措 急忙向他开口 我立马就睡 随后 求小辈便躺下来拍了拍被子 殿下也快睡觉 就在他躺下后 又过了十分钟 他便又睁开了眼睛 察觉到身边人的气息非常平缓 这次应该是真睡着了 求小辈小心翼翼地坐起身来 看着身旁正在熟睡的樊晨熙 他这时便打算出去查找一些事情 随后 他便掏出一根迷香点燃了 放在樊晨熙身前 我有要事要做 为了不让你中途醒来 只能先把你迷晕一会儿 时辰差不多后 求小辈便穿好衣服 从太子请殿走了出来 此刻他察觉到 暗处有樊晨熙的人盯着 他一边走一边点燃一根迷香 扔在了地上 迷香散发的味道 直接让身后的侍卫晕了过去 此刻求小辈来到周策飞的寝宫 独自一人站在阴森森的房间内 他在房间内大喊出来吧 还要我亲自动手 请你不成 突然周策飞浮现在求小辈面前 就凭你还想让我走 要不是站着那点龙气 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求小辈一脸不屑地掏出一张符咒 你是自己走 还是我请你走 你的仇也算是报了 再给你一次机会 走不走 周策飞吓得连连后退 你要知道他今后生活定不会好过 下场比你更惨 你在眷恋人事有何意义 求小辈低沉着说 求小辈语气越来越阴狠 你若是答应离开 这符纸就不会用在你身上 周策害怕地颤抖着身体 我现在就走 就在这时求小辈喊住了他 还有一件事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那天 求小辈真想知道周策的身后的人 周策想起自己死的那日 小辈子却见过他 而周策提出来的那些要求 却直接让小辈子拒绝了 当他回想起来还是很生气 伸手指着求小辈 你就算逃得了一时 本宫身后那人也绝不会放过你的 求小辈听完这些话 脸色有些忧愁 周策到这个时候 你隐瞒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想知道你背后之人 是不是周贵妃 周策听到周贵妃三个字 犹如晴天霹雳 他没想到 求小辈居然能猜到周贵妃 难道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小辈子 最迟的周策笑了起来 他的笑声有些甚人 随后便调侃着 求小辈 你不是一向在我面前趾高气昂的吗 就自己去猜吧 我就不告诉你 他说完这些话 便在求小辈面前消散了 房间内只留下求小辈一人 就在他感慨完 便从周策妃的请殿回来了 求小辈轻手轻脚地爬上了床 但他没想到 床上的人早已醒了 樊晨熙询问他 这是去哪了 求小辈慌张地向他解释道 奴才如厕去了 没想到 殿下这么早就醒了 就在求小辈熟睡后 身旁的樊晨熙早已不见 而他一点声音都没听到 可能是因为刚才累到了 他便还在呼呼大睡 此时 樊晨熙来到了东宫的后院 询问今晚首夜的侍卫 可侍卫也不知 求小辈去哪了 他立马躬身跪下 是属下失职 樊晨熙靠着轮椅 用手住这头 既然是这样 那就将功赎罪吧 本宫要知道他使了什么手段 又去干什么了 第二天早朝 皇上听到大臣们的敬言 脸色阴沉了下来 他心中感慨 若此时多了樊晨熙的位置 岂不是自找麻烦 皇上便让樊晨熙的侍卫 好好照顾他 让他安心养病 太子就是太子 真不希望他有任何事 你明白吗 李公公阴沉着脸行李告退 他原来是大皇子派到太子身边的戏作 他心中还在想 皇上果然不敢 这个时候废了太子 在东宫药房内 囚小辈趴在桌子上 心中为一直为殿下的病发愁 虽然殿下的毒性暂时控制 但治标不治本 他还是无法让太子站起来 突然一个鬼魂浮现在他面前 我之前无意听人说起过 内庭司的第五层里有一个要先 那你能付得起代价 就能得到想要的消息 囚小辈猛地想起 那个红发男人 他有些不敢相信 妖仙居然是他 这时 樊晨曦的药已经熬好了 囚小辈把药倒在碗里 帮他吹了吹 扭头对着鬼魂说 我先去给殿下送药 要回来再说 囚小辈把药放在樊晨曦身旁 出言提醒他 现在该喝药 这样 芦菜已经凉过了 趁现在喝不会烫嘴的 樊晨曦咕咚咚咚咚地把药喝完后 便把药碗放在了桌上 随后他想要让囚小辈 推自己出去走走 囚小辈慢慢地推着 他在花园里逛 樊晨曦颇有些感慨 你听说过一句话吗 太子什么都好 就是运气有点差 樊晨曦缓缓伸出手 接住一片落叶 都说上天有偏爱之心 看重的无论多糟糕 都有无数的好运 而我出身好 母亲是皇后 外家是丞相 五岁时不管文武 我都有惊人天赋 可我偏偏就是那个 让老天遗弃的孩子 就在母亲走后 父皇无端地仇视 在这偌大的皇宫中 所有人都想要我死 樊晨曦每次都会被打得 遍体鳞伤 即使樊晨艰难地成长 他的心肝却已经黑透了 樊晨曦像只野兽一样 用手中的剑 保护着自己的领土 可是后来 樊晨曦想做出一番成就时 他身边的暗卫 被江湖人误杀 此刻只剩下 他自己一人活在世上 樊晨曦又想起 他的蜿蜒曲折的经历 他费尽千辛万苦 找到的重要证人 却在他喝水时也死了 就算在铜墙铁壁的东宫 樊晨曦也能中毒 最后费了这双腿 我是不是特别倒霉 囚晨曦见状蹲下身来劝说他 樊晨曦也没有过多的伤情 用手抚摸着囚晨曦的头 现在不一样了 本宫觉得自从你来了 事实都顺心了 你真是本宫的福星啊 随后 囚晨曦便蹭了蹭他的手 殿下才是奴才的福星啊 在身上的福气 都是您给的吗 樊晨曦被他的甜言蜜语逗笑 用手戳着他的额头 你这嘴巴比蜜还甜 以后就好好留在我身边 让我多给你些福气 当他得到心满意足的答案后 便打算回太子殿 囚晨曦站起身来 在后面追追赶着樊晨曦 囚晨曦看着樊晨曦离开的背影 心中暗自发誓 请殿下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的腿好起来的 他把樊晨曦送回去后 便来到内庭司 此刻内庭司总管张成立出来迎接他 贝公公您可算来了 我可天天盼着你啊 囚晨曦听到这话气愤地说 你就那么不盼着咱家好 张成立慌忙地白手解释 下官哪敢啊 这不是有急事拜托您吗 随后 囚晨曦便掏出一张符纸 还是上次那件事吧 这个你睡觉时贴在床头 可保你几天平安 过后我再去帮你看看 张成立正想伸手接过符纸时 囚晨曦突然抽回了手 他出言提醒着张大人 这世上可没有白痴的午膳 他为了家里的那件事 只好退了一步 张成立伸手拍着胸脯 需要下官做什么 被公公吩咐就是了 片刻后 他带囚小贝来到内庭司第五层 他站在外面 看着囚小贝走了进去 随后便叮嘱被公公 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此刻在牢狱里的红发男子 察觉到囚小贝的气息 他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老友特意回来找我 难道有事 他说出自己此行的目的 他听说第五层有个白小生 他看着面前的人十分疑惑 便耐心地解释 白小生的的意思 红发男子突然靠近挑衅着他 这称呼我喜欢 不过我想你也听说过 我这里是公平交易 囚小贝直接开口答应了他 囚小贝抬手碰开红发男子的手 上次我离开这里时 你说有什么就来找你 我现在想知道 天丧夜和新灯果的消息 红发男子靠在墙上邪魅一笑 一个是剧毒 一个是补星 真是有意思 天丧夜我知道 新灯果得过段时间才能告诉你 随后 囚小贝便走上前询问他 天丧夜在哪 红发男子面无表情地说 你不应该先问问代价是什么吗 囚小贝听完这些话 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 但他的眼神非常坚定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他没想到面前的红发男子 居然要自己的血 这让囚小贝感到十分不理解 红发男子 却说他的血 确实有这个价值 没想到囚小贝直接答应他的要求 要多少得有个数吧 我总不能把全身的血都给你 红发男子笑了 只需要一点点 囚小贝二话不说 拿出一把刀 在自己的手腕上划了一刀 血可以给你 但我希望买的是两株植物的消息 随后红发男子拿出一个瓶子 在囚小贝面前晃了晃 你大可放心 在下还是很公道的 所有事说到做到 此刻囚小贝把装满血的瓶子递给了他 直接开口 让他告诉自己 天丧叶的消息 可红发男子 一句话也没说 突然红发男子 拽住了他的手腕 拿过了他手中的瓶子 最后还伸出舌头 帮囚小贝舔湿着伤口 囚小贝惊讶地呵斥他 伸手拍打着他的胸口 红发男子也不生气 我只是不想浪费罢了 你要的天丧叶 就在闭心宫 此刻囚小贝觉得身体有些不适 红发男子露出一抹坏笑 你身体是不是不好呀 早知道就不要你这么多血了 听到这话的囚小贝 气不打一出来 最好我能找到天丧叶 不然我今天流的血 你就得千百倍地还我 随后 囚小贝便转身离开 红发男子伸手 还想挽留他 好歹互通下姓名吗 在下是赤礼 你叫什么 当囚小贝回到东宫后 遇到了小宫女 看着他慌张的样子 感到有些诧异 咱家离开这半天里 发生什么事了吗 小宫女急忙说 是殿下吩咐奴婢在这等着 让奴婢领你去御膳房看看 有没有喜欢的 今晚让膳房坐 她的话音刚落 囚小贝便羞涩地转身离开了 小宫女急忙跟在她的身后 公公去哪 太子现在正忙着呢 小宫女站在原地 看着头也不回 静止离开的被公公 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是不是知道 殿下即将大婚的消息 囚小贝来到太子殿内 却听到皇上为了太子的大婚 可是操碎了心 只盼着能有个贴心人 拜在太子左右 她听到大婚二字 有些不敢相信 随后她便走上前 就又听到李公公说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可有的忙了 囚小贝在知道这件事后 对她来说 就像一根针扎在了心上 那种痛感让人无法忍受 她不想面对太子大婚的事实 在所有人走后 囚小贝默默地站在原地 想要向太子确定这件事 可没想到 太子却说 这里不用她伺候 囚小贝的脸色有些难看 心中也有说不出来的苦 是不是樊晨熙要大婚了 就连我这个奴才也不要了 这样的话 她也没有必要留在这 随后 她便转身走出了寝殿 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小宫女 囚小贝却说 有事处理 她就这样一个人走在路上 就算她要娶别人又怎样 守护樊晨熙 本身就是我应尽的责任 此时 囚小贝来到了碧心宫 当她打开房门时 看到了里面破败不堪的陈舍 这间房内冷得甚远 囚小贝察觉到房间里的诡异 直接从身上摸索出一张符纸 就在这时 她身后出现了一个鬼魂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在她察觉到身后的阴森之气时 一阵风呼啸而过 她根本没看清 刚刚在身后的是谁 只感觉到身体昏昏沉沉 当囚小贝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樊晨背着 她迫切地想知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可樊晨也不清楚 樊晨发现囚小贝时 就已经晕倒了 囚小贝趴在樊晨的肩膀上 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事 那碧心宫一定有问题 她听到樊晨熙的声音后 急忙从樊晨身上跳下来 跑过去向她解释 她脸色没有一点变化 既然无事 那就去用膳吧 樊晨熙说完话 直接转身离开了 留下身后的二人愣在原地 他们感觉 刚才太子殿下好可怕 当樊晨熙回到屋内 命令着安卫总管 最近可有外出的任务 安排樊晨去 失措的樊晨熙 真是有也好笑 暗卫总管没想到 主上会派小八去 她心中还在想 殿下不会是故意的吧 居然会派一个毁容的暗卫 去保护贝公公 囚小贝躺在她的软榻上 那碧心宫阴气那么重 绝对死过很多人 如果天丧夜真的在碧心宫 那绝对在尸体旁 突然她酣睡过去 她梦到了樊晨熙 梦里的她对囚小贝说 本宫的腿不用你费心了 本宫不再需要你 她立刻询问樊晨熙缘由 樊晨熙说的话句句戳心 本宫的腿就是拜你所赐 本宫不想再看见你 囚小贝在梦眼中陷入了黑渊 此刻她一直说着梦话 她想帮太子殿下支好腿 可在梦里 太子殿下推开了她 暗卫和樊晨熙 察觉到囚小贝的异常 樊晨熙伸手抚摸着她的额头 发现囚小贝发烧了 便让暗卫去叫林太医 最时樊晨熙发现了她手腕上的伤 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她有些不敢相信 囚小贝居然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受伤了 随后她询问面前的暗卫 不是让你们看着她 她怎么会受伤 暗卫缓缓开口 贝公公应该是在内庭寺第五层受的伤 片刻后 林太医来到了太子请殿 向太子行着礼 樊晨熙也有不耐烦地说 快看看她怎么样了 林太医走上前来 俯身查看囚小贝的伤势 她手伤没有大碍 但她失血过多 邪封入体导致高烧 恐有性命之忧 听到这些话的樊晨熙 心中甚是担忧求小贝 现在她只要求小贝安然无恙 林太医你明白吗 林太医有些惶恐 若想要就被攻过 只有千山雪莲 随后樊晨熙命令小宫女 去药房取千山雪莲 看到太子殿下这个状态 林太医心中明了 殿下真的把这个小太监放在心上了 之后 她打算给求小贝擦拭身体降温 林太医刚拿出毛巾 便被樊晨熙阻拦了 她还阴沉着脸 提醒林太医和小宫女 都让他们转过身去 随后 樊晨熙帮求小贝解开衣服的扣子 她帮她认真地擦拭着身体 这时她察觉到 求小贝身体上的一样 樊晨熙好奇地 把她胸口上的东西撤掉 她有些不敢相信 求小贝居然是女人 昏睡的求小贝 嘴里还在说着梦话 她瞬间红透了整张脸 慌忙地帮求小贝盖上被子 樊晨熙想到这么多天 与她同床共枕 都没有发现她是女人 第二天的清晨 求小贝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着自己所在的地方有些诧异 奴才怎么在这 樊晨熙低着头 寒情默默地看着她 你流了身汗 换个地方好睡点 现在饿不饿 本宫让人拿吃的进来 求小贝听到这话 猛地坐起身来 此时的她非常开心 她之前以为樊晨熙 要迎娶郑飞就不要她了 樊晨熙疑惑地盯着她 本宫娶不娶郑飞 跟要不要一个奴才有何关系 这话一出 求小贝的脸色瞬间难看了下来 她看着一脸委屈的求小贝 便伸手摸了摸她的头 你能不能先告诉本宫 你跟赤梨交易了什么 求小贝听到赤梨二字有些陌生 突然她想起那个红发男子 难道被关在第五层的那个人 是赤梨 随后 求小贝便从床上走下来 请殿下恕罪 樊晨熙看着她现在这个样子 耐心地询问 你不打算说吗 突然樊晨熙抓住求小贝受伤的手腕 你跟赤梨的交易 就是问药吧 而问药的代价 就是你的血 樊晨熙得到她的肯定答案 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 敢再做让自己受伤的事 就先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求小贝被这些话吓到了 急忙抽回她的手 樊晨熙看着一惊一乍的她 关心地开口 你病还没好 快上床躺着 她察觉樊晨熙有些生气 求小贝便非常乖巧地躺进了被窝 她躺平后却叹了口气 樊晨熙见状 询问她有什么事 樊晨熙听到她要去毕兴宫 还要独自一人去找天丧业 樊晨熙眼神阴狠地盯着她 本宫让下人去找救舍 求小贝立刻拒绝了她 奴才昨天已经去过了 那里可能藏着不少事故 而天丧业碰到事故会产生瘟疫 此时樊晨熙想到一个计划 皇宫若是发生瘟疫 传出去可真是笑话了 然后便询问求小贝 这瘟疫有化解的办法吗 求小贝有些不可置信 办法有事有 就是比较麻烦 但提早预防是可以避过的 可这次樊晨熙想利用瘟疫完成计划 就在他们聊着这次的计划 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打开 两个宫女端着餐食走了进来 这是事关重大 等你吃饱了再说 此刻求小贝盯着樊晨熙 没想到她这么关心自己 而且她对这件事好像心有成竹 难不成她心里已经有了应对办法 樊晨熙得到这个消息后 在她第二天醒来 她将御医请来给东宫众人检查身子 竟然发现了传染病 这时太子入梦 皇太祖在梦中告知 今日会有一则获释由病而起 须早些防范 次日 太子遂将此事上禀 众人 却觉得 进了东宫 此事就可了结 樊晨熙无奈 只能求助受宠的周贵妃 周贵妃也有她的盘算 拒绝她的请求 此时的东宫 求小贵端着一壶茶走过来 您就不盼奴才预估错误 现在害得您不得不在人前演戏 受尽众人的奚落 樊晨熙和尚文书 缓缓地闭上双眼 本宫 生来就是在赌博 要么成功 要么成人 从无第二种选择 可若有心人借题发挥 那岂不就功亏一篑了 樊晨熙笑着安慰她 顶多是被罢出东宫太子之位 随后捏了捏她的脸 再说了 本宫相信你的判断 错了也是对的 听到这些话的求小贵开心了起来 谢谢殿下的信任 殿下请喝茶 李公公突然走了进来 向她禀报她的婚事 听说魏国公妖女病重 与殿下的婚约 可能要缓一缓了 不过这些 也正是她所求的 派人送点补身体的过去 再替本宫好好慰问两句 让魏小姐好好休息 李公公无奈地说 可魏国公府 不让东宫的人进去 樊晨熙阴沉着脸告诉她 那就在门口喊两声 皆不揭示他们的事 等李公公退下之后 囚小贵冷哼了一声 气愤地开口 那魏家明明就是在避嫌 简直太过分了 听到这些话 樊晨熙觉得有些想笑 本宫知道这些事 但魏家如何跟本宫有什么关系 本宫并不在乎那个女人 此刻囚小贵早已乐开了花 对待工作也很积极 奴才去找林太医 去准备解药的事宜了 只留下十分疑惑的樊晨熙 樊晨熙见她要走 突然伸出手拉住了囚小贵 叮嘱着她早去早回 晚膳前要是没回来 本宫就亲自去逮你 随后她便来到药房 林太医还调侃着她 这速度可真够慢的 小贝子快来看看 我刚研制出来的药 我也是没办法呀 殿下不放我出门 我百般保证她才放我过来 被主子看中也是跟苦恼呢 囚小贵一脸自豪 当囚小贵说完 房间瞬间陷入寂静 她尴尬地来到林太医身边 缓解着尴尬 林太医不是要让咱家看药吗 随后她便看着桌上的药粉 俯下身来嗅了嗅 她只闻了一遍 便知道药粉里的 针影叶的剂量不对 林太医看着她闻一下 就知道里面的剂量不对 这让林太医很吃惊 她缓缓开口 我这还有别的药 你帮我闻闻 囚小贵二话不说 直接答应了 她心中盘算小九九 我想向你打听一下 魏国公的妖女 就想知道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林太医脸色有些难看 开口劝说她 魏国公的妖女什么样 与你有何干系 听到囚小贝的这些话 为她担忧着以后 在这皇宫里 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 前段时间的事 你是不是觉得 你们获胜了 林太医提醒她 现在的处境 她觉得恰恰相反 越是觉得处境好 后面就会愈加艰难 樊晨熙不可能这时候 搏了皇上的面子 她必须做出让步 哪怕结盟会给自己 带来其他麻烦 为了暂时的和谐 东宫其他人的性命 这个盟必须解 这时囚小贝脸色有些忧愁 林太医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还听不懂吗 这个婚她必须结 樊晨熙没有反抗的余地 而你更没有 我知道你存在了什么心思 但殿下大婚你 不能去破坏 你能明白吗 囚小贝气愤地甩开 林太医的手 大喊着不明白 随后 囚小贝转身离开 所有人都和樊晨熙过不去 我为什么要为了 他们的死活努力之药 凭什么 他们都要求我 林太医蹲下身叹着气 看着被囚小贝扔在地上的药 她察觉到不对劲 当初 那个胆小怕事的人 竟有这么大的脾气 囚小贝不吱声地又回来了 跪在地上 帮林太医收拾地上散落的药品 这时的她认清了现实 樊晨熙不需要她 她心中非常痛苦 可是也不知道该给谁说 有些事想想能行 但现实 却是我们不可能远走高飞 囚小贝想到现在的樊晨熙 还要在皇宫继续生存 继续和各方势力周旋 而我现在应该站在她身边帮助她 看着气愤离开的囚小贝 林太医低声感慨 最难的不是好脾气的人 迁就你 而是明明脾气不好 却愿意忍下一切 林太医抬手抚摸着胡子 这样的人 真的会是戏作吗 而囚小贝的脾气 一点都不像评价家庭的孩子 囚小贝突然扭头喊着林太医 你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治药啊 林太医听到这话 很是惊讶 没想到她还想着治药这事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三日后 一群禁卫军手握兵器来到了东宫 他们却是奉旨彻查东宫 劳烦公公不要阻拦 囚小贝看到这群士兵 却不知发生了何事 他便掏出一颗金子 来向禁军打听 这东宫发生何事了 随后士兵带他来到一处无人处 现在公众都传遍了 公公当真不知 此时 囚小贝想起樊晨曦的计划 他甘大地抓了抓脸颊 咱家这几日有事外出了 其实囚小贝一直在忙活解药的事 根本没有时间关注宫中的事 士兵无奈地摇了摇头 那您回来的还真不是时候 现在宫里已经乱套了 瘟疫在宫里到处传播 这件事得从三天前说起 一平为了庆祝自己怀孕五月 邀请各个嫔妃前来用膳 他挥手命令宫女 把菜都端上来 一平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他突然在宴会上斥责了一个宫女 那个宫女却愣在原地 一动不动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这个宫女直接到底死了 这一幕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到了 而他们是传染病的接触者 世卫的脸色有些惶恐 因为死去的宫女经过太医整治 从她身上发现了一病 从那晚开始 宫中都是人心惶惶 这几日 她一直在和林太医专心研制药 她真的没有想到 外面这个病已经开始扩散了 也没想到会严重到这个程度 囚小贝摆了摆手 跟你们来东宫有什么关系 侍卫却回答她 现在各宫都有人被传染 大家都怀疑是东宫传出来的 禁卫军总管站在不远处 大喊着集合 询问着他们有没有发现一样 在跟求小贝聊天的侍卫 慌忙地摆手 我要过去了 禁卫军集合完毕后 都在回答大人的话 他们全都没有特殊的发现 马上就去下一个宫搜查 就在这时樊晨熙从请殿走了出来 让禁卫军总管停留片刻 李公公站在一旁 殿下有话要说 还请众位留步 樊晨熙坐在轮椅上 面色有些不耐 几日之前的事 本宫听说了 本宫早就说过 皇宫有不干净的东西 要早做防范 禁卫军总管 有些不理解太子的话 阴沉着脸 心里猜测太子的意思 难不成是想借我的口 表示不满 樊晨熙让太监把药给了他 这是用来预防病情的 可以喷洒在宫中各处 虽不知是否来得及 但还是想略尽绵力 刚要转身离开 樊晨熙开口 麻烦你回去后 帮本宫问问那些造谣的人 若东宫真是源头 本宫能到处宣扬 樊晨熙的脸色 像是受了委屈 是本宫疯了 还是贤命太长了 抑或是说 真当本宫动不了他们 禁卫军回来禀报皇上 陈派人搜查了东宫 并没有异样 随后皇上便下令 不用再盯着东宫了 皇上脸色阴沉地询问他 之前让你把病人 都集中到郊外的庄子上 现在人都送过去了吗 禁卫军总管公身行礼 都送过去了 只是方才有人上报 怡平也有了病症的征兆 不知要如何处理 听到这话 皇上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已立即派人将怡平送到庄院里 朕说过不论是谁 绝不姑息 他听到这话有些不可置信 还想劝说一下皇上 怡平如今还怀着孕 那庄院里都是染病的人 皇上挥手呵斥他 朕不知道吗 他现在染病了 他肚子里的孩子 还能试得好的 朕不缺儿子 更不差一个没出生的 禁卫军总管健壮 只好先答应下来 他真没找到皇上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连一个没出世的孩子都不放过 皇上见他答应后 便转身让他离开 宫中若还有染病的 一并送去庄院 一定要记住 无论任何身份 晚上的时候 樊晨熙和裘小辈坐在一起 此时的樊晨熙听着裘小辈读书 他突然让裘小辈 重新念上面的那句 裘小辈躲在书后面 小声的嘀咕着 上面有个字望了 樊晨熙却主阵脑袋笑了起来 要不要本宫帮你 随后 樊晨熙便提出一个过分的要求 只要念不出 他就会摸裘小辈的肚子 裘小辈感觉这个惩罚太羞耻了 然而 裘小辈却什么也不敢说 坐在另一边的樊晨熙催促着他 还不快点 别耽误本宫和你腹中 孩儿的交流 裘小辈脸色有些羞红 缓慢地起身 殿下 为什么要执着于这个惩罚 快要摸上裘小辈的肚子时 李公公突然进来打断他 李公公察觉到殿下的情绪 急忙告诉他 淑妃娘娘求见 樊晨熙有些不想见淑妃 现已深夜 便有些余理不合 还是让他回吧 李公公紧接着说 他打扮成宫女的样子来的 裘小辈看着樊晨熙避嫌的样子 心中非常高兴 奴才现在饿了 殿下能不能一起去先吃点东西 樊晨熙听到这些话 直接拿书戳了戳他的脑袋 书都念不好 还想去吃饭 他却没想到 裘小辈使出杀手锏 随后李公公又进来了 淑妃娘娘说 只要你肯见到他 可以答应您任何要求 所以叫淑妃娘娘进来吗 樊晨熙思考了片刻 可以答应任何要求吗 淑妃娘娘真的是会拿捏人 裘小辈扭头看了他一眼 淑妃一直都是嫔妃中的清流 他能来找您 还许下承诺 难道是来寻求庇护的 当淑妃走进来了后 得到了太子的允许 便坐了下来 如今宫里最清静舒适的地方 便是东宫了吧 樊晨熙对她的赞赏不是很满意 东宫乃是人人嫌弃之所 娘娘难道不知 还是说 在这忘了吗 淑妃温文儒雅地笑着 他们渴望羡慕还来不及 哪有资格嫌弃 所以 太子殿下 何必明知故问呢 她缓缓地站起身来 如今宫中大乱 只因当初不曾听您的劝告 这会儿的形势 最有力的 便是您了吧 最时樊晨熙没想到 一个不起眼的淑妃城府 居然这么深 原来淑妃娘娘今晚来 也是想要指责本宫 听到这些话 淑妃急忙跪了下来 我今晚扮成宫女儿来 只是想要求太子赐药 救救我的儿子 她抬起头看着太子殿下 看在我和金儿从未加害过你 求求你救救她吧 现在只有您能救她了 淑妃心中想着筹码 太子最痛恨的 就是这些兄弟姐妹 最不屑的就是亲情 但若连她都见死不救 那就没人救金儿 她早说通太子 只能用出杀手锏 明知道 我家在兵部有些话语权 兵部尚书年迈 很快就会告老还乡 这些筹码 确实说服了太子 只要你能治好金儿 我马上留给我家书信 你若信不过我 可以不必答应 随后 樊晨熙摆手 让求小辈去拿药 当她拿出药后 便直接递给了淑妃娘娘 淑妃娘娘接过药后 向太子殿下道了谢 樊晨熙的想法 一直在交易层面 他们是等价交换 谈不上道谢 这时她便叮嘱淑妃 这药只能缓和 不能根治 本宫的人 也还在调配解药 待配好我 自会让人给你送去 淑妃激动地落下了眼泪 无论如何 也要谢殿下救了金儿 淑妃走出太子殿后 她没想到 太子真有解药 看来是料定会有人前来讨药 就那群人 还想和太子斗 真是太天真了 此时 一个暗卫机跑了进来 出声大喊着 太子殿下 要出大事了 刚接到消息 皇上要下令 烧死庄院里的人 晚上在郊外庄院 禁卫军推拽着一个百姓 百姓还在怒骂他们 你们这些杀千刀的 凭什么关老子 放老子出去 禁卫军总管看着屋里的那些人 感觉被恐惧笼罩着 他也有些于心不忍 可他不敢违抗皇令 只好赵左 他听着这些哀嚎声 心中充满悲痛 他杀过刺客反贼 超过大官的家 上阵杀过敌 却从未做过 如此灭绝人性的事 禁军总管 想起皇上对他下的死命令 他的再三恳求 却还是没让皇上有所退步 皇上只觉得时间越久 死的人越多 皇上直接拒绝他的想法 哪有那么多万一 我大凡朝这么多人 还差着区区几千吗 网上一点都不为百姓考虑 禁卫军统领命令着手下 都拿取火把 这时侍卫询问他 都准备好了 但是真的要放火烧死他们 陈统领脸色阴沉了下来 难道还能违抗圣旨不成 也许只有这样 能避免更多人感染 随后他便大喊 众人听令 就在这时 身后一辆马车急驶而来 车上的人急忙喊着住手 听到声音的陈统领 惊讶地向后看去 樊晨熙走下马车 如果我不来 你们就打算 把人关在里面 再全部烧死 可这是皇上的命令 禁卫军不敢违抗 他阴沉着脸 呵斥陈统领 里面大多数人都还没发病 你们这是屠杀 根本没把百姓的命放在眼里 此刻围观的人们 激动地表示赞同 你们这是屠杀 快放了他们 眼见敬畏军们 就要拦不住这些人们了 陈统领靠近樊晨熙小声说 这是皇上的命令 陈恳求太子殿下 有什么等回去再说吧 樊晨熙头也不抬地 直接拒绝 他转动着转移 挡在庄院的大门前 只要我樊晨熙在这 就绝不会允许你们草菅人命 太子殿下的做法引起了名分 围观群众都在齐声呐喊 我们支持太子殿下 陈统领脸色阴沉 请殿下不要妨碍公武 樊晨熙摆了摆手 嘴角扯出一抹笑假笑 若你们执意要这么做 那就将本宫连同他们一起烧死吧 听到这话的陈统领 脸色阴沉了下来 传言太子铁石心肠 难道他竟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完全让陈统领不敢造次 陈统领只能跪下 恳求太子让开 而樊晨熙一动不动 本宫即能得到太祖入梦的预警 并能找到解救的办法 樊晨熙脸色有些委屈 让陈统领告诉皇上 本宫定会治好这些人 若当真因为这些人出了事 本宫愿意立承担 随后 陈统领便来到御书房 跪在地上 想皇上禀明太子之意 陈统领特来询问皇上之意 究竟该如何 皇上听到太子的事后大怒 直接把茶杯摔在了陈统领面前 太子简直是胡闹 真当自己是救世主了 他本身想说 太子既然想死 那就让他死 当他冷静下来才知道 太子殿下现在还不能死 此时两位爱卿向他上报 那可是上千人 还请陛下三思 一老陈于见 疫病的源头要找 感染的人也要死 两位大人的意见不同 在殿上争吵了起来 太子仁善 周大人何不成全他 可若太子治不好 反而害疫病蔓延 这时太父想出了一个主意 可以给太子规定时间 再封锁庄院 太子想救他们 那么就看太子的本事了 随后皇上询问丞相的看法 丞相觉得太父言之有理 臣也相信太子能够找出解药 从而救好这些人 丞相紧接着说 若太子坚持 臣觉得不妨给他一次机会 将太子一并锁入院中 而周大人却一直反对 皇上转身也不想听他们的争吵 他立刻就下旨 让太子进入庄院中 是否能成功 便看他自己了 这也正对皇上之意 若太子真能因此丧命 并怪不得 他这个做父皇的头上 也不会再让大臣纷纷议论 在郊外庄院 进军宣布圣旨 太子人后星系百姓 正特许太子进入庄院制作解药 以时日为期 途中出院者杀无赦 陈统领也有不敢相信这道圣旨 当进卫军宣布完之后 他便走上前确认真假 圣旨是皇上和朝臣一致决定的 樊晨熙看到陈统领的为难 随后便说出他的两个要求 本宫只要衣服和食物不能多短缺 还有就是把林太医叫来 陈统领有些不解 樊晨熙却说林太医自会明白 话音刚落他便转身朝庄院内走去 樊晨熙扭头看着囚小辈 此行凶险万分 你一定要小心 囚小辈为了不让他担心 我体质特殊 是不会被感染的 听到这话樊晨熙才明了 本宫差点忘了 本宫的小辈子可是有大能耐的人 定不会有凶险 当他们走进去 看到里面被木板封死的窗户 屋内有许多没有被感染的人 这个场景真让人痛心 樊晨熙出言警告 把你们放出来 但未来的十天内 你们都要听本宫的安排 不然你们可以提前试试被火烧的滋味 房门一打开 里面的人一涌而出 他们终于出来了 急忙地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 这一幕瞬间让樊晨熙阴沉了脸 出声呵斥他们 本宫方才所说 你们出来后全都忘了吗 听到这些话的人 被樊晨熙的气场吓得瑟瑟发抖 全都愣在原地不敢吱声 外面瞬间安静了下来 求小辈大喊 全都听我指示 一会儿一部分人负责打扫庄院 一部分人和我一起照顾病患 突然有一个男人大声质问 为什么要去照顾那些人了 万一我们跟着病发怎么办 身旁的男人也连声附和 此刻求小辈摆了摆手 无奈地跟众人解释 帮人者自帮之 我们的目标是能够离开这里回家 随后人群中有一男子附和着 若没有太子殿下 我们早就被烧死了 如今只有太子能救我们出去 假如有谁不听话 我老季第一个不放过他 话音刚落求小辈高兴地拍了拍手 随后他们齐声大喊活着出去 求小辈和林太医 在救治一个病重之人 这要可以暂时缓解病人的痛苦 按照刚才的办法 给他们先吃下 随后求小辈对身旁的人叮嘱着 等他们吃完药后 将他们都抬去干净的屋子 这时 老夫人虚弱地说着谢谢 林太医询问求小辈 接下来要做什么 求小辈却反问他 药膏带了没 林太医急忙拿出研制的药膏 他转身便涂抹在老夫人的手臂上 我和林太医研制的药膏 对你们身上的黑斑都有用 像这样涂抹在黑斑处就可以 求小辈看到身旁不干活的人 就很是生气 那些完全没干活的 就别过来了 我这药膏并不是无偿给予的 听到这话的男人起身怒喊 你凭什么不给 太子可是说了要救我们的 你有药凭什么不给我们 随后 他便撸起袖子朝求小辈走了过去 我倒要看看 你个小太监 有什么本事不给 你当自己是什么人 他直接揪起求小辈的领口 林太医见状 赶忙阻止 可是男子却不听他的劝阻 觉得林太医在威胁他 求小辈掐住脖子后 便把药扔在地上打碎了 规矩就是如此 没干活的人 我是绝对不会给药的 他突然把求小辈推倒在地 阴沉着脸 抬起手就要打他 你还真是有种 既然你自己找死 就别怪我不客气 只见一个石头 划破了男人的脸颊 流出来的血 四处飞溅 这时他也不知道石子从哪冒出来的 原来是樊晨熙出现了 他在后面看着 坐在地上求小辈 脸色非常的难看 本宫的人 你也敢欺负 随后 他便命令禁卫君 把惹是之人丢出去 被吓破胆的男人 一直在恳求 太子饶他一命 樊晨熙阴沉着脸 警醒着他们 求小辈是本宫的人 若再有人对他不敬 休怪本宫武 希望你们铭记于心 求小辈尴尬地缓解着 这紧张的气氛 那这药膏晃了晃 大家别浪费时间了 过来继续涂药吧 老夫人有些不好意思的 想要请教 贝公公 您能不能再示范一下 刚才没太看清 具体的操作步骤 此刻求小辈也没有摆着架子 他跟着一群人围坐在地上 耐心地跟他们讲解着 药膏的使用方法 他跪坐在地上时间久了 他咋感觉自己的腰有些酸痛 伸手去揉了揉 这一幕正好被樊晨熙看到 他转过身来 喊着求小辈 本宫有事吩咐你跟本宫过来 听到这话的求小辈 急忙起身走了过来 跟樊晨熙回到了屋内 求小辈看着他 他却什么话也不说的 让他感到诧异 殿下叫我来有何事 樊晨熙突然伸手 把求小辈拉到自己的怀中 他缓缓抬手 扶上求小辈的腰间 这个举动让求小辈有些羞涩 求小辈坐在他身上有些拘谨 有些羞怯地提醒他 这样做不好 樊晨熙却不以为然 本宫觉得好就行 樊晨熙顺势上求小辈 靠在肩膀上 那些东西你 交给他们做就好 也不看看自个什么身子 别累着了 这时有人在敲门 求小辈慌忙地 从樊晨熙身上起来 樊晨熙脸色阴沉 这人来的可真不是时候 林太医端着药走了进来 小辈倒喝药的时间了 此刻樊晨熙的心情 也平复了下来 随后 林太医把药递给求小辈 快把安胎药喝了 外面人手紧张 小辈若无事的话 陈就将他带走了 求小辈走了一段距离后 便转身向樊晨熙摆了摆手 我先去干活了 我会马上回来的 樊晨熙看着被关上的房门 心中很不适滋味 自己的女人 被别人带去干活 早知道就把门锁上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 樊晨熙三人住在一个屋子内 这是今天才收拾好的房间 太子殿下 您先委屈一下 听到太子的话 心中有些不解 现在房间不够用 还是说 殿下不想和我们一起住 樊晨熙并不是不想和他们住一起 他只是不想让求小辈睡在地上 想让他到床上来睡 而求小辈误会他的意思了 听到这话的求小辈 脸色有些难堪 偷偷地向后瞄了林太一一眼 他感觉这样不太好 林太一侧着身假装睡着 其实他听到他们所有的谈话 殿下对小辈子是不是太好了点 竟然愿意和他同睡 求小辈不敢惹怒樊晨熙 便乖乖地躺在了床上 樊晨熙帮他盖好被子后 叮嘱他早点休息 他双手紧握着被子 他早不知道有多激动 没想到来这儿还能和殿下一起睡 真是太好了 突然外面传来求救的声音 一个女人在外面大喊着救命 吵得屋内的人都无法入睡 这外面发了声什么事 当求小辈走出来 看到一群人在对一平拳打脚踢 一平摔倒在地 恳求他们住手 小辈子健壮 直接呵斥他们 在他们看清求小辈身后的人时 所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求小辈直接上前扶起一平 带他下去医治了 樊晨熙阴沉着脸询问 肇事者是谁 谁准许你们对他动手的 他们听到这些话 都面面相去 谁也不敢当猪头鸟 随后有两人理直气壮地说 他在宫里时常气负下人 反正快都快死了 教训一下他怎么了 如今不过是报仇罢了 听到这些话 樊晨熙蔑视着他们 如今正是人心浮动的时候 你们却带头在本宫的眼皮子底下闹事 当真是觉得出了宫 本宫的威慑力就不够了吗 樊晨熙的话音刚落 宫女和太监直接跪下来 恳求太子饶命 樊晨熙不听任何解释 只想用这两人杀鸡儆猴 本宫不管你们有什么寺院 但只要在这一天 就绝不能惹是生非 然而这种事并没能得到抑制 几天后便有人由于压抑而发疯 一个妇人拿着把刀剑人就砍 更有甚者冒出一些不同的声音 他们讨论着 太子来这不过是为了得民心 到时候我们被烧死 他照样能回去 而他们就是被利用的可怜虫 到了第六天 事情闹得越发严重 部分反对太子的人集结到了一起 准备必要解药 反对太子的人在人群中挑拨离间 只要我们绑了太子 不但有解药 还能威胁外面的人放我们出去 老季听不下去后出面制止 这些日子来 太子殿下做的事我们都看在眼里 他一时拿不出药 肯定是有他为难之处 倒是你们一个个好吃懒做 如今却又要威胁太子 带头造反的人失声大喊 既然他们名完不灵 那我们就冲进去 仇小辈从屋内走出来 阴狠地斥责他 你怎么能这样说殿下 男人不以为然 你赶快让开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反对太子的人在背后出着主意 他不是太子的人吗 那就抓了他威胁太子 仇小辈听到这话 真是看清了他们 樊晨曦从屋内走了出来 他面无表情地开口询问求小辈 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 他有些无奈 这不还没来得及欺负 带头造反的男人 嘲讽着樊晨曦 太子殿下终于舍得出来了 咱也不废话了 把解药交出来吧 他突然走上前俯瞰樊晨曦 此刻樊晨曦非常淡定 我保证十天之期能带你们出去 可若是想抢 那便什么都得不到 既然你们不信樊晨曦 那么从今天起 你们就在后院 我们在前院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各自安好 男人听到这些话 觉得唠叨了好处 不过既然分了地盘 那些东西和药品 我们也要分一半 当樊晨曦答应他时 身后那些支持他的人 都觉得这个办法不可行 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们 他们就是强盗 随后 求小辈抬手斥衣 让他们都安静下来 你们要相信殿下 这件事他自有打算 此时樊晨曦看着那些造反的人 真没想到 他们这样就高兴了 可惜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真期待后面的几天 谈判后的当晚 后院的人们搬着衣物和药品 樊晨曦就坐在那静静地看着他们 当他们搬完最后一点物品时 带头造反的男人扭头看了他 那就按约定好的 那些发病的人 我们后院的可不会管 随后 樊晨曦便下令 让前院的人们放松一下 求小辈附和着 最近变化好转许多 今晚物资开放 此时后院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男人阴沉着脸 他就想让后院的所有人都好好伺候他 这样才能拿到物资 有些人不服气 然后站出来质问他 之前不是说好的每人都有份吗 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人 我现在就要回前院去 突然有人从身后一脚把他踹倒 老大说话的时候 哪有你插嘴的份 带头造反的男人看到这一幕 很是满意 他自以为很骄傲 其实全都是他的狂妄自大 我劝你们都老实点 不然就是一样的下场 那个墙头草跟在他的身后 叫他拍着马屁 死后 他便命令留下几个人看守他们 其他愿意服侍我的 都跟过来 留下来的那些人 便让剩下的人蹲在墙角 他们完全就是仗势七人 还狂妄地说今晚没饭吃 与此同时 另一边在欢歌笑语 而他们的遭遇 却是饿着肚子蹲在墙角 这真是天壤之别啊 前院的人们围坐在火堆旁 有的嬉笑打闹 有的在歌在舞 囚小辈看着他们玩得非常开心 便告辞了 当囚小辈回到药房时 看着桌上的药材 揉了揉手腕 这时 小西子端着一碗面 从外面走了进来 囚小辈看着碗里的面粗细不均 心中有些诧异 这是谁做的 竟然能把面拉成这样 小西子看着他根本不动筷子 急忙劝说那个人叮嘱我 不能让你饿着 他让我看着你吃完 囚小辈发觉到了一丝诡异 便出言打探小西子 竟然还亲手给我煮面 看来殿下很关心我呀 小西子没想到自己说漏了嘴 他慌忙地白手解释 不是殿下做的 我什么也没说 他看着被拆穿后 有些紧张的小西子 连忙询问他叫什么名字 可小西子越说越紧张 怕殿下知道他泄露了秘密 随后 囚小辈便是摸了摸他的头 这件事我就当不知道 不会让你交不了差的 小西子没想到被公共人这么好 当他说完话后 便转身吃了殿下送来的拉面 既然是殿下送的 这份好友可不能辜负了 他吃完后感慨着 这面真不是一般的难吃 希望殿下都不要亲自下厨 这份恩宠我承受不起 时间过得很快 囚小辈研制出的药物 已经被病患用上 而他们在药物的作用下 逐渐好转了起来 直至第九日 前院的病人逐一完全康复 前院的所有人都在集中在一起 激动的大喊我没事了 小西子也激动的来到他的身边 我们可以不用死了 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是吗 囚小辈耐心的回答是的 他激动的抱着囚小辈 没想到这一幕 凡尘兮看到他心中有些疑惑 他们的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了 囚小辈看到阴沉着脸的凡尘兮 心里打起了退堂鼓 现在不应该是欢喜的时候吗 殿下怎么好像心情不好 他走进来后 有些害怕地询问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凡尘兮却冷笑着 你连自己犯了什么错都不知道 就说明你好无悔意 凡尘兮命令着囚小辈 让他把手伸过来 囚小辈听到这话甚是惊讶 殿下这是要打我板子 凡尘兮看着一动不动的囚小辈 心中很是烦躁 随后便怒斥他 还不把手伸出来 听到这话 他慢悠悠地把手伸出来 他没想到凡尘兮拿着手帕 再帮他擦拭着手 还出烟提醒他 以后不要别人随便捧 太子殿下这是吃错 囚小辈双手合十 想要得到凡尘兮的夸赞 他成功致出了解药呢 你就没有什么要奖励奴才的吗 随后 凡尘兮便拿出一个盒子递给他 囚小辈实在是没想到 太子殿下早就为自己准备了礼物 当他打开盒子 看到里面是一条吊坠 便急忙拿出来戴上 凡尘兮看着他笨手笨脚的样子 只好帮他戴 凡尘兮看着他脖子上 早已有的一条吊坠 没想到这是他母亲送给他的 他啥也没说 便帮他戴上了另一个 囚小辈知道 殿下没有摘掉那个吊坠 便激动地扭头看着他 此时的囚小辈非常开心 凡尘兮嘴角微微上扬 看着这个非常容易满足的女孩 他的心情也是如此的高兴 这时有人敲门走进来 向太子禀报 病患们说 晚上再举办一次篝火盛宴 希望殿下和贝公公一起参加 凡尘兮扭头看了看身旁的囚小辈 缓缓开口询问他 要不要去看看 囚小辈点了点头答应了 此刻外面又乱成了一锅粥 两帮人站在前院对峙着 前院的人看到他们 就气不打一出来 他们竟然敢提出这种要求 后院的人却不以为然 觉得这是他们应该得到的 说好了 所有东西分我们一半 凭什么我们没有解药 樊尘兮在后面冷笑着 果然是愚蠢之人 连自己答应的事都记不清 听到动静的人们 齐刷刷地往后看去 你们简直是可笑至极 之前分院时 你们要的是当前物资的一半 解 要是之后做出来的 自然没你们的份 后院的人完全就是不讲理 从来都不认识自己的错误 到最后了 还跑来前院说 解药必须给他们 带头造反的男人 对太子出言不逊 直接惹怒了太子 他便叫人 直接刺死了他 这也是给后院人的警告 樊尘兮阴沉着脸 你可还记得 这前院是本宫的地盘 谁给你的胆子 居然在本宫面前放肆 后院的人 看着为他们出头的人死了 所有人都被吓住了 有些人对这次警告 长了记性 而有些人 还坚持自己的原则 一个老夫人伸手大喊 你别太嚣张 若这时前后院听起来 人员死伤严重 我们不好过 你这个太子也好不了 这一切 他想得太多了 因为樊尘兮的暗卫都在这 所以前后院根本打不起来 他不敢相信 前院居然有这么多人 老夫人还在山村点火 挑拨着后院与前院的关系 你们愣着做什么 去抓太子啊 抓了我们 才有机会活命 求小辈听到老夫人的话 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他竟然还敢打殿下的主意 真的是不想活了吗 男人死后他变成了老大 势则起后院的人们 你们都聋了吗 没想到后院的人 站出来反驳老夫人 后院所有人 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他们解释着自己之前的错 只要您能收留我们 我们做什么都可以 凡尘心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不管什么原因 做错事都要付出代价 但是这一次 本宫可以给你们一次机会 随后 他们都阴狠狠地盯着 挑拨离间的两人 无数种目光盯着他们 让他们感觉到此刻的绝望 樊晨熙吩咐着身旁的暗卫 把人都撤了 然后吩咐下去 将今夜的是封口 得到命令的暗卫 直接去干活了 求小辈向樊晨索要着闹事之人 他想要为太子殿下报仇 求小辈没想到 他会这么快答应 他站在那思考了片刻 妄想对殿下动手 以为挨顿打就没事了吗 等他们到了我手上 那才是地狱 这时 一个侍卫突然打断求小辈的思绪 他前来禀报宫里来信 病人至好一事 陛下已经知晓 五日后便来迎接太子 听到这些话 樊晨熙觉得有些可笑 看来 有些人坐不住了呀 想来找出我的漏洞 废除我太子之位 五日后 听闻庄院病人得救 皇上心情大喜 决定亲自前往庄院迎接太子 所有人都在庄院内恭候着皇上 此时皇上心情大好 都是我樊朝的功臣 回去 朕一定好好赏你们 不过他身后的大臣们 脸色有些难看 随后太医走上前询问太子 陈等需检查一遍 里面的患者是否都已康复 包括殿下和这几位 太医挨个的把着脉 求小辈没想到 皇上竟然带了这么多太医院的人 皇上当真是对殿下防得紧啊 这时 林太医也让他们把着脉 幸好提前做了准备 改变了求小辈怀孕的脉象 殿下果然神机妙算 当太医院的太医们检查完后 回来禀报皇上 太子殿下及其是从 均无染病现象 陈等这就进庄内查看 太医指了指刚搭建好的梁棚 皇上和太子殿下这段时间劳累了 太医们不知何时能出来 不如您和太子去前面歇息 樊晨熙看着阴沉着连往前走的皇上 他扭头却对求小辈说 你去找十一 不用跟着本宫了 当求小辈走后 太子也来到梁棚 皇上却询问他身边的小太监 怎么这会儿没跟着 这时 樊晨熙察觉到了一丝杀气 皇上听到他这样说 便也转移了话题 此次能顺利治愈异病 林太医功不可没 我儿更是最大的功臣 樊晨熙紧握手中的棋子 若是母后能看到 父皇明明憋着气 却还在外人面前 表演慈父姿态 想必也会觉得有些趣味 这话一出 便让皇上拍桌怒喊 提到这 朕就生气这么多人 没一个有用的 找到现在 什么都没发现 皇上脸色越来越难看 那六丝什么都没查出来 还让太子把病治好了 百姓定觉得 朕这个皇帝 还不如自己的儿子 他缓缓探出口气 抚摸沉重的头 也不知那病源究竟在何处 樊晨熙劝说他 不必担忧 我会想办法 为父皇排忧解难 有你这样的太子 是朕之幸事啊 就在这时 太医检查完庄院内的人 回来禀报皇上 这也打断了他们的聊天 太医经过诊断 已经确认 别院里的病患 都已经治愈 此次太子殿下 当真是功不可没呀 听到这话的皇上并不高兴 樊晨熙察觉到他的神态 阴沉着脸询问 父皇看上去 好像不是很开心 他的话音刚落 皇上急忙解释 太子多虑 随后皇上便下令 既然无事了 那就起家回宫 他们这一行人 在检查完庄院内的疫病后 便都回去了 众人回宫后 皇上立即下令赏赐东宫 一时间 太子的声望水涨船高 小小辈看着皇上赏赐的东西 很是激动 一旁的樊晨熙 有些不解 这么点东西 值得你高兴成这样吗 他手中抱着个物品 转身看向樊晨熙 殿下给奴才的奴才舍不得用 这下有了皇上的赏赐 上下打点也能方便许多 随后 樊晨熙牵起他的手 求小辈便顺势靠在他的身上 真难得你愿意主动靠过来 今天怎么不矜持一下 他抬起头羞涩地说 殿下福泽身后 奴才得多清净清净 樊晨熙抚摸着他的下巴 但愿你以后也能这么想 求小辈听到有人敲门 便想要从他身上起来 但没想到樊晨熙按住了他 他是可信之人 没事的 太监近来 看到这一幕有些惊讶 很快便回过神来说正事 切禀太子殿下 皇上派人来请殿下去书房一趟 求小辈下来后 本想送樊晨熙去御书房 但被他拒绝了 今日你就在这好好休息吧 我让李公公陪我过去 这话犹如晴天霹雳砸了下来 求小辈心中难免多想 是我哪做得不够好吗 樊晨熙 却也没有向他解释 随后 樊晨熙伸出手敲了敲他的额头 我最不想的 就是正敌将目光投注到你身上 乖乖在这等本宫回 却一等天都黑了 求小辈在浴桶里抛着走 他心中一直为樊晨熙担忧 多一个半时辰 殿下怎么还不回来 突然求小辈察觉到门口的动静 很是惊慌地回头看去 但他没有看到身影 难道是他的错觉 原来在愁小辈房间外 是太子樊晨熙 随后他便命令李公公不要跟着 本宫自己进去就行了 樊晨熙走进来后 一句话也不说 突然他从屏风上 看到了一个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而屏风那边的人 察觉到了动静 他听到求小辈惊慌的声音后 便出声告诉他是自己 求小辈扭头看着屏风上面的那张皮 殿下该不会注意到了吧 求小辈慌忙地扯下屏风上的衣服 樊晨熙看着这一幕 本宫回来想找你 发现你不在寝宫 就猜你是不是回房了 他在屏风后面 慌慌张张地穿着衣服 此时的他根本没时间穿胸衣 得想办法找个地方藏起来 此时求小辈把胸衣藏起来后 便发现自己的裤子还没穿 可现在樊晨熙已经来了 他根本来不及穿裤子 他直接趴在了地上 这一幕让樊晨熙感到有些不解 你这是在做什么 没想到他却说自己在穿衣服 从小辈趴在地上 双眼放着光地看着樊晨熙 殿下您看奴才如此狼狈 能不能麻烦你转个身 让奴才打理下自己 樊晨熙见状 便向他竖起大拇指 本宫不会嫌弃你的 不如你就这么起来 求小辈像个泼皮无赖 在地上撒泼打滚 最后樊晨熙还是抵挡不住他的撒娇 无奈地转身走了出去 此时求小辈坐在地上生着闷气 就在樊晨熙思考时 求小辈已经整理好衣服 从屏风后走了出来 奴才这里宅小 咱们回寝殿吧 樊晨熙盯着他的樱桃小嘴 脸突然红了起来 求小辈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 怎么了殿下 奴才有哪里不对吗 随后他们二人来到太子寝宫 他们一起躺在床上 这时求小辈询问他 刚才皇上找你有什么事 听到樊晨熙的回答 求小辈笑着开口 看来一切都在按照殿下的计划走呢 樊晨熙却不想说这件事 当樊晨熙扭过头来 看到离自己一米远的求小辈时 疑惑地询问他 为什么故意离本宫那么远 樊晨熙突然俯下身来盯着他 小辈该不会是有什么事瞒着本宫吧 听到这话的求小辈将在了原地 求小辈猛地翻过身去 殿下多虑了 我怎么敢有事瞒着殿下 夜已经深了 殿下也早点休息吧 当求小辈熟睡时 脑海里却想着 自己的胸衣不能被樊晨熙发现 要不然就小命不保了 在他的梦里 樊晨熙阴沉着脸 手中拿着他的胸衣 求小辈你分明就是个女子 你竟然欺骗本宫 你竟然欺骗本宫